好,我們繼續開會 先演你慢慢走沒關係 好,我們第一個行打一演 謝謝先演,行打時間十分鐘 好,謝謝大會主席 那個 延續昨天的話題 那個,我們請 光流處處長 處長在一個 綠 綠島已經被中央定為一個潛水天堂 在我們花東十年四百里的一個微型產業 是不是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對 那,所以海底的資源 包括綠島的大香菇,千年的大香菇 這次颱風把它打斷 那,我今天主題不在大香菇 就在我們上一個會期 綠島辦了一個海底潛水拼圖 那,順便 是塑膠類的東西啊 它可以順便把它丟在油桶 那,立島的一些潛水的業者 一些志工 他會固定時間去油桶那裡 收明信片,順便把垃圾帶走 那,因為 沒有經過申請 那,所以 暫時 把它拿起來 那,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活動 因為日本啊 它也有一隻海底油桶是11米 那,我們放在13米 等於是破它的紀錄啦 那,我在想說 這個,我們會在 地方上有這樣的意願 要把它批出申請 那,申請的部分是你負責的嗎 嗯,報告一願 報告一願 報告一願,在那個海底油桶的部分 齁,其實 我有從相關的新聞報道裡面有發現 它這個活動其實是蠻不錯的 一方面就是 推揚海洋保育的觀念 然後 下去可以把海底的垃圾順便把它撿起來 然後所得的明信片的費用 還可以給三所小學 做一些公益上的使用 我想這個活動啊 不管是在推展我們整個海洋的一個保育的工作啊 我想都很有正面的效益 包括觀光的一個推展 那至於說 它這個油桶後來被拿起來 我也是從報紙上看到 是說 被檢舉 然後 沒有 因為是在漁業資源保育區沒有申請 那漁業資源保育區的部分 因為管理的單位 是在我們農業處 那這個部分我是不是可以請農業處來回答 好 那農業處處長 好 漁業課長 那個處長請坐 議員好 那這個部分海底油桶部分 其實當初在 你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時間有限 告訴我 我們提出申請會不會準 我們當初把它拿起來其實是 要讓它再針對它的那個 材質做 如果是有那些生鏽會慢慢腐蝕掉 我們當然是不希望說它去破壞漁業資源 所以 再 再 從 從 那個 另外再安裝的話 我們會讓它去 把它的形式再做改變 好 我們盡量 叫 叫 申請單位 配合 我們就是盡量用 那種在海底不造成污染不生鏽的 這樣子的材質來做油桶 那 如果是海底油桶 這一次如果要 申請了 準了以後要 設的時候 我很希望說 我們縣府 包括縣長 上一次因為 縣長剛好獻證報告 所以我 我就請我們 這個議長一起去 包括立委 劉趙好 他也穿著潛水衣下去 那我在想說 這個活動 我們來 如果申請完了 我們來擴大幾半 因為這個相當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是不是這樣 好 那 我們如果要申請的話 是只有 只有我們農業處准就好了 還是 原則上看 因為我們跟東 東管處的海域其實是有充電的 要看這個 東管處 他應該是同意 因為我有跟他溝通過 是 那 那這個方面我就請你 到時候我們提出申請的時候 給我們那個 給我們協助一下 好不好 好 你請坐 那個處長 那個處處長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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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我們有一個沒辦法注意到 就是...那個禮拜後,我有跟你說說... 家長啊,富港港航道貸的齁,要簽 你跟我說禮拜,要去拖湯拜嘛 禮拜就可以簽了嘛齁 結果禮拜一日的時候,我看八星齁去攝影啦,說都沒動工齁 結果要我靠給你 你跟阿公的湯拜在台府那裡 因為風景很大,拖不出來嘛,要不要變過,對不對? 對 家長,我們有一個沒辦法照顧到,就是說 我告訴你 你跟阿公說要用湯拜的時候 你的湯拜拖不出來的時候,沒有給我回應 是是是 你如果給我靠齁 我在阿富比上面 會跟這個情人說 等到那天你帶館長去開通的時候 結果 失去到八星齁 那我就選擇沉默 是怎麼說你知道嗎? 事後又改歲就不好 所以說我們行政機關在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我們的一期工程還沒有完成之前 常常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那成功港到立島 成功港到蘭嶼 我們不要用拜托的啦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就用補助的 我一般船在這種 這種臺灣 交通搶輸 的這種情況下 動用 縣長的一杯金或什麼 我們一般船補助 不要再像這一次一樣說 我要開立島 再蘭嶼 然後再回程 這樣一個三角的航線啊 拖起來啊 好幾個小時 如果說我是補助你 這班船 專開立島 這班船 專開蘭嶼 這樣子的話 我們有 拙餘補助的話 只會全在我們手上 你看一天我們去新港 結果有七八十個立島人 結果我們是拜托去找立島蘭嶼啊 結果不夠他蘭嶼有這麼人家啊 所以他要有他的定位的客人上了以後 結果立島人只補了十個位置 六十幾個人 害得你我 成功鎮長 我們三個站在那邊 幾面的 抱歉啦 謝謝議員 其實議員現在說這個 議員講這個部分 我大概可以分成兩部分的說明 第一個部分還是我們希望的 在成功到綠島 或者成功到蘭嶼 有固定船班 這是我們期待的 希望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 能夠在颱風時間 有能夠做替代的方案 就是用補貼的方式 這個部分 我們會回去以後跟管理處來溝通 在緊急狀況 憲政務要他們來這個部分 用補貼的方式 用邊經會 注定 注定 那個災害準備金啊 交通的搶輸啊 也是在災害的 當下就要進行 我現在這個部分 因為你一眼你提出來 這是很好的議題 所以第一部分我們來努力 這個是當然說我們來努力 第二部分就是 還是要跟管理處配合 但最重要第二部分要經費 要經費的時候呢 至於說那個多少錢怎麼樣 我們跟 就像離島的應付一樣 這個相關經費 在那種狀況之下 主長 時間到了啦 其實 其實你的位置我知道啦 就是因為那七八天 湯牌拆不出來嘛 台湯還沒有 所以說第二次 太前我就跟你說 湯牌不要拆回去台府喔 你說不會就放在府宮 第一天有了很麻煩 這個以後我們 每碰到一件事情 我們就來檢討 每碰到一件事情 我們就來檢討 以後把它做得更好 這樣的話 我們必要那個機會 把以前很多年沒有親的 也出不來親了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林三天臨演 刑打的時間十分鐘 謝謝 大家主席 那個 地震處長 我請你們回答 今天每一句話要真注意 現在現場有在錄音 有在錄音 你知道嗎 本事說 你都違法行政對不對 對不對 回答 請回答 是不是要違法行政 公務委員當然違法行政 好 你對 身為有人檢討 無論七一計畫法 無論土地使用 在你的所看到的 所經手的 你每一件有沒有違法行政 當然 全部 只要有民眾的檢討 全部嗎 對 好 你講到全部哦 好 今天中午你幾點有空 你幾點沒時間了 派公車了 都有空 好 好 你會到三點半 我給我住等你 你把相關人員 我補兩幾天 違反七一計畫法 給你去處理 這樣好不好 可以 好 你會處理嗎 會 你一定處理嗎 一定處理 那我先給你提示 那是黃油油 好 黃油油你認不 文化處長 文化處長 你請教一下 你這黑文化的 黃油油你認不 你知道嗎 沒有 不知道 麻油油 大鐵琴 蛤 一個大鐵琴 麻油油 那些 那些金錢很貴 那些金錢 不知道從台後來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用 搖槍飛口去後來 去買的 我不知道啦 你請坐 注意聽就好了 做公務人員不需要這樣 你要聽你就 老闆我沒反對 但是不要做到別人想起 我跟幸福無緣無醜了 今天小政府 會搞到這個樣子 就是 停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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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人看不下去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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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某人中調的時候 行業的機會 不怕我們拿去拔 拔這堆教 不要太誇張啦 說不太誇張啦 那個人事處 來那個 那一個 男生 來你請舉一下 你是 你是哪一個科士 人事處 考訓科長 科長 什麼科 考訓練科 訓練科 原來我沒有主要 這樣 從十歲說奇怪 好 人材 美女啊 不知道啊 你在元府有多久啊 8號月5年多 5年多 你很低調 你會先 我幫你保證 來你請坐 來你請坐 像一般好的 董事啊 你有要跟他聽嗎 他很認真啊 認真到什麼聽到 像憲府主管跟他接觸過的應該都還蠻肯定的 我沒有跟他接觸了 但是他在開會他很認真 他聽人家講什麼 你請坐了 像他好同事 可以做同事啊 可以做同事啊 同事啊 他啊 自己的路 本身做主管的人 才走下去 好啦 你請坐 市處長 你今天有家說 也說有所謂要跟你問 我實在沒什麼 跟你問 走你先去 我現在跟你很謙卑 再謙卑 再謙卑告訴你 當你坐了那個位置 請你回頭看一看 當你你的老戰友是怎麼在你身邊 再怎麼樣一路在忠誠的支持你 想這樣就夠 但是你老婆就在我這幾句話 可以頓悟 你的人生道路 你沒中心 誒 報告林議員 我其實 一直對你很肯定 另外我講一下 我講一下 我剛剛就有兩分鐘 昨天晚上半夜 我聽到那個川普 他跟媒體講 就是說 歐巴馬是大好人 我就想到說 你是未來美國總統的國際人 所以我實在 我實在很適合你 你看到的 川普就給你 我聽兩親講 創造台東良善的環境 這個時代在變遷 有時候跟法令會抵觸 是 畢生處長 用心就好了 那如果你在賺幾個人 我們是沒什麼要說而已 你們做的跟辦公 跟那些都沒有人插 一個都市計畫 跟用五十年三十年 道路跟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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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阿伯他們的材杓 要噴噴在那裡 是你們的造成的 但不必要這樣啦 來 市主長你請坐 你坐在聽就好了 我今天在講 我不是要跟各位為題啦 但是你在做的 最後就一把尺啊 那 天秤那一個秤啊 我希望你不要寫的 請寫的太厲害了 我意思是 給各位奉獻啊 不要因為上面的盲罕 黃建廷的無能 你拿你的財產 拿你的機會 你去拔一間 不值得啦 三年我兩年我而已啦 他下了這個舞台 他會回去看你啊 你要想一想 張處長你當年在公部門的時候 你的老長官 你要感謝一個人而已啦 我告訴你 你的人生的記憶啊 你要感謝一個人 要不要我提醒你 要不要 我要感謝的人很多 沒有 最主要有一個人是你的 生命中的關鍵 要不要想知道嗎 這是良善的啦 我講的是好的 你不要緊張啦 想知道嗎 想不想知道 你人生的關鍵 你要感謝吳金利 我跟你講真的 我說的都屬性啦 吳金利他是國民黨啦 他那個齒輪很厲害 我相信我很怕他 但是起碼他做的事情 很婉轉 但你很多公務人 你的生命當中 都有貴人 我希望你要疼惜你的回頭 要看到你這個貴人 在你很寂寞的時候 他要拉你一把 你回頭 你又跟著另外一個老闆的時候 我不反對你跟你的老闆 現在相處的快樂 但是你要回頭看 曾經照顧過你的人 你給他一分就好了 你們不是耶 現在你們對著什麼人 對著老闆而已 把這些議員都動作什麼人 那他說我們謝議員說的 不要啦 很有底味一下 你們可以對陳寗彥好 可以對他好九十九分 請把陳寗彥最後的那一分啊 留給林參天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你就講了 你說不行 陳寗彥的愛我們不能把它剝奪 你認為呢 可以嗎 當一個縣長夫人啊 再告議員啊 那是老闆事 不可以去廟 三天是先後是元导的 不然是要顧什麼 是市長 你的感覺呢 陳寗彥五臉三天是在顧大事長的 是因為我們年老在跟我們顧嗎 難道殷敬也是一種罪過嗎 是嗎 國師你說這個 昨天我認識 你們自己去想 我跟林彥啊 兩兆關係是什麼 你們仔細去分析 這個劇情很精彩 他身邊的男人啊 我不知道他他告了之後 他對我的心情跟看法是怎麼樣啊 這好像在寫一篇小說一樣啊 台東館議會的紀念 館長叫人不來過林柴港 這種那電視的聯繫劑 娘請你聽喔 掏空財政要掌握 林柴港到外面沒有掌握 這樣就有事情了 齁 這個劇情不簡單耶 鄭公署長你請客一下 我說這個你聽得有啦 你來行的啦 對嗎 一路驚來 什麼叫情術 來 什麼叫情術啊 這我聽得沒有 好 那江署長你回答一下好不好 我們今天換快樂一點 到後來這樣問到我來的時候 我曾經也有犯過錯誤耶 我在說這個我相信 在在座的 英文很清楚啊 他做了那本 最好那本 用心的破壞我們電影頭 三天就沒有得到這個紅的 這個紅代價嘛 聽說了 但是我們也不要給他求耶 給他求到後來 有一天啊 事事專業的時候 不要說拜託喔 時事一定會轉變 啊 情術喔 情術就是說 那個 講給他鄭公署長 因為他上來年齡 比較容易犯錯 這個要順便 上一個機會教育 人啊 尤其是外地來上班的 你是外地來上班 在生活的空域裡面啊 除了工作以外會很寂寞嘛 會不會 不敢看耶 蛤 不會啊 不是的 你會不會寂寞啦 呃 寂寞的時候 你會不會怕寂寞啦 沒有啊 我寂寞的時候 可能就是都想 二萬九代的工作 這樣啊 我沒有這麼理解 你這樣說八十 寂寞 寂寞 會在你的住宅附近會排回 我經常看你 你在你的目標記錄有 有情供墊 裡面有兩個漂亮的小孩 有機會 你怎麼都在那排回 我也很希望 我有這個機會 欸 啊你為什麼要排回 你知道嗎 排遣自己的壓力 嗯 他說我要講情術 等一下我再登記 我會告訴各位什麼叫情術 在這個一天堂上 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都盡量侃侃而談 我要告訴各位 請陳林業放手吧 我講得那麼清楚 他還在搞什麼 越過越漏氣啊 告訴各位啊 一本小朋友 他會拿出來啊 像台東人報告 我等一下再登記 謝謝大會主席 那個地政處長 早上三點半 謝謝 謝謝 林三天你議員 會後我在請教你 什麼叫情術好不好 好我們接下來是 王輝龍王議員 請打時間十分鐘 好謝謝主席 恭喜我們要集數 跟我們 科長 我們要問一下 大家老早 大家好 今天看來 我們的地政處長 請你壓力會比較好 謝謝我請你再請問你 聶業好 那個 我們 這個文件 那個 做的 算幼稚的做的 我沒有了解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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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要做 魚餃區 那個三八家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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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了解 這個 跟醫院報告 請問你是問傑蒂爾的嗎 不是傑蒂爾 不是傑蒂爾 文件那個 鐵紅的 現在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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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說那個 建福山 之前說建福山遊樂區那個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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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家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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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那個 先生地開發局 現在已經 那邊 現在 現在 現在已經是歸 國產署了 國產署 那邊 都在處理 都在處理 那邊 要放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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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 我不清楚 不清楚 對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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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不是 是國外財產署的 國外財產署 對 已經 已經還給國外財產署了 那部分那個 防訓大陸是縣政府的 縣政府撥用的 縣政府撥用的 縣撥用 部分 少部分 欸 那你請請請請請 這一定是時間點不夠 謝謝 那觀光處 處理 這齁 這齁 家裡比較有管理 一定是家裡比較有管理 它是官地方而已 這以前要做政府山莊的 這個 應該跟我們的 觀光處都有 在這裡有管理 現在 那些地方放棄了是怎樣 欸 我了解 是建福山那時候 要投資嘛 啊 有一段時間 可能有很多因素啦 所以他們就說 他們那時候是和 營建署簽約 也不是和我們政府簽的 是營建署簽的 不然他們就說 他們要 中止合約 所以他們的合約就中止啊 中止了 他那個土地就補財產署 所以他們是都市計劃的溫泉專用區 那有都市計劃的嘛 對 那是郭尔產人署 管理的 土地 啊 現在我們管理會收隊 來管理 現在是我們建設處 你和郭尔產人署 你談的合作開發啦 啊 目前的進度 我就沒有說清楚 市長啊 因為你 我們將關我們台南管理的觀光 那塊是 我們 台東運轉地區 現在最販一個平原 最販三十幾個在那裡 那塊也 放這個 旁邊放這個底沙料 那塊就補貼了 大家要倒數就怕了 但是那裡有時候放什麼什麼 觀光區可以放那個東西 所以說你 你也是一個 照顧我們台南管理的觀光區 我們都在管理的 啊你也要提出議員 跟我們管理會提出議員 那些什麼沒有跟這個東西 這個運轉 大家在這裡說 都在等啦 如果真的請他就要看他 所以說這塊保護的這塊 所以說這塊建議 最好是在那邊進行 管理會議員當年 大家參選一下 那個 所在沒有跟那個東西 可以說台東 這個門面的運轉區 上大區 還要過 是把那裡也做 我有跟那個建設室建議 那裡有提供那裡 他也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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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後那個交通運動 都在接 從那裡來運動比較近 所以說那裡 我們要去運轉 是一個大門口 所以說 這個 你要 你可以跟政府來做 這是我們管理會議員說的 適合的用地 是不是這樣 你會看怎麼樣 這個部分 因為 環保局長 建設處 應該也有回應議員 就是 再生的力量 可以 可以做 對環境有沒有汙染 那可能就是 要由環保局跟建設處 他們再來評估 是不是真的 對環境都沒有汙染 然後是不是可以作為工程的 道路的基礎 這個部分 可能我就沒辦法可以回答 不過在觀光地區 我們當然希望就是 不要引進油不然 對環境有傷害的東西進來 這個環保局的情書 這個地方 他以後來運轉 發展我們第一次的觀光 是在洗手 已經把八成都收掉了 因為他不是八成 他本來是新生地開發局的 因為每個元素上都可能 我都知道 八成都會有 八成了 八成有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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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成都沒得過八成 五成拿到八成 包括 所以又在日本教會中也一樣 七七到現在沒有開發 然後 一一點就是 我們看起來 在日本教會中 現在 聽說 我在聽他說要要照照相 對嗎? 目前早上是有這個規劃 一直都有在規劃 現在監視人可以提示手術嗎? 我們在高等身上保養是贏 現在是對方還拿手術 拿手術 拿手術 我們不要說要早上 如果早上被你協助 連看完你又報了一條錢 所以說 我們如果官員這個案 我們處理好 這個地方就有副這個 官員就處理 台湯最大一個 兩三百個的處理 在那裡營養一年 以前農民 現在就說 也沒在 整理整個都可以營養 沒有兩三百個放在那裡 一年 官員如果做農民的證據 收集也不少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管府的做法 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支持 今天做早商 那早商 探討的營養也看 有環境的議題 有原住民的議題 所以說 也很多事情 還要跟地方討論 附近就是 我們財經處 會來接手 來做早商的部分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的藥區裡面 現在 就是要做一個臨時的 那些 拿球比賽 做什麼 信念場 現在門口 就 回到那裡 有人在說 那裡的 那裡的 我來講的 車輪 我們 觀光處 這裡 觀光處 在那裡 那路邊 我來拜託 建設事務路邊 康復 有各大區的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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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辦活動 甚至我說 看能不能把 打麻將 要求說 先把褲子 全面保證 我們現在沒有做的 來臨部件事 我們是不需要 但是褲子 社交部褲子 你也要補補 這我們有褲子的部分 我們先來處理 褲子的部分 對 我們有褲子的時候處理 好啦 你什麼時候 我們所有部分 部分 我們和環保局 來會扛 看邊我們的處理 先把車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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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要讓你去吃要求 等我們就這樣 那是消化的事情 以上 謝謝 謝謝 謝謝議員 感謝主席 謝謝 好 謝謝 王輝龍王爺 我們接下來請張周圍 在議員 尋找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大會主席 有一些話要跟我們所有在座的各位 局處首長 說明一下 這個議員的質詢 對他們來說 他們都準備得很充分 不論他說的怎麼樣 希望各位能夠真誠的回答 不要用國師來回答 好不好 來農業處 念早 早 處長 是 是 全世界都在講這個氣候變遷啊 如何如何的 是不是 是 這一次的颱風啊 台東受災非常嚴重 是 特別是 是 是 整個南迴縣幾乎柔長寸斷 就是山坡地 它的保育 是不是出了問題 否則 怎麼會有這麼嚴重的災害發生 處長 您是負責土石柳房製的單位 您對整個山坡地檢查 乃至於告發 是不是有盡到你應盡的責任跟義務啊 報告議員 你剛剛議員提到這個氣候的變遷 當然 我們目前很多的道路 發生土石灘方的狀況 這個大家都知道 都看到了 所以實際上你的你的講話 我們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們一定要來 如何想辦法來解決 但是畫一個角度來看 即使沒有人住的地方 沒有熱的地方開花的地方 你也知道嘛 上一次我們在摩拉克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怪說是因為開花的狀況 影響到摩拉克影響到底下 實際你一眼裡非常清楚 問題這一次處長 我們重新看一看整個災難的圖片 受災的幾乎是道路沿線 當然它的開發非常嚴重啊 哪山河為例 你覺得呢 要不要拿照片給你開 報告一眼 山河那個狀況 其實並不是很突出的狀況 是因為它早期 我們都看到它都有做復案嘛 所以在長期 在四十年前五十年前 那個地方本來就是 我們講的一般野西的經過的地方啊 只不過說後來因為太久沒有發生那麼大的豪雨 所以大家就在當地就舒服了 然後就開始蓋房子了 然後一沖下來的時候 其實那天我們在看的時候一眼裡也很清楚嘛 實際上我們就知道說它正常的做法應該是 直接從過省道垂直的過省道 然後到這個地方直接到海邊去嘛 那是正常的做法嘛 但是可能在早期的時候 經費也不是很多 所以大概也沒去注意到 所以大家認為說用其他的排水就可以 主長 既然你認為 本來那個就是河流要走的 清過的 那為什麼核准它在那裡蓋房子 既然核准了讓它蓋了 你又怎麼沒有做好那些防範的做出 既即便有做了 你有去清一嗎 既然如果有清一的話 為什麼上頭還是關一流一片 既然你現在提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就是這個很重要的課題 所以一眼你也知道 從去年到今年 我們在有關於違反水保沒有申請 或者是說在衛星定位看到的 我們財法你也知道 已經超過兩千萬了 大概一般來講大概大家認為說我們是 要求有點過火 但是沒有矯枉就沒有 矯枉要過正嘛 矯枉要過正嘛 所以我們現在慢慢的開始正常了 我建議你那個叫做依法行政 你既沒有矯枉也沒有過正 這什麼態度 就因為過去大家一直認為說 挖了沒有關係 但是現在大家會覺得說沒有申請就有關係 我們的建議本席的建議就是說 都已經發生這樣的災害 應該對你 持續的來推動水土保持工作 會有幫助才對 一定有幫助 是不是 貴族最近有沒有需要再大 應該怎麼說 應該普遍性的 或者深入的 去告訴更多的同胞們 希望能夠遵守我們水土的保持 這個水土的規則 這樣對自己的安全也好 對大眾的安全 不是比較有正面的影響 幫我幫你議員 你這個建議 我們過去都有辦 但是我覺得效果不好 但是議員 你今天在這個地方講 我們明年會大張旗鼓的來辦說明會 也就是說在各地 我今天早上再來之前 我也特意跟水保科的科長交代 明年這個活動不單單還像過去這樣辦 但是宣導的深度還要做得更廣 能夠讓當地的民眾了解 不要把他當作一般 就是說我先導五場六場 那去過去 不是 每一場就要像我們這次在對農地農地農用 還有農舍的那種管理 那個宣導一樣 轟轟烈烈的讓大家去關心 因為這個影響到他的權益 所以我們明年在辦的時候一定會深度會更深 謝謝處長 本席會仔細的來這個關注這個議題好不好 因為這是針對大家的一個生命財產 我們不需要再一再而適的發生這種事情 好吧 來處長請坐 謝謝 鄭鋒 那處長 一人早 早 愛國普 跟這個洪業 即將要做千春 重新蓋他們的永久屋 是不是 處長知道吧 嗯 有 有 有這個訊息 好 我是建議處長 以後你要主動跟相關的單位介入 為什麼 原因在於他們最近也是要跟我們金峰一樣 有一個文化彩繪的議題在裡面 我們希望處長能夠掀起的介入 提供比較有效 而不會觸犯法令的一個經驗跟建議才對 免得同胞很多事情搞不清楚 不小心就觸犯了 我覺得對大家都是 都不是好事啦 是 我們希望創造的是 雙贏嘛 要不要有的人 因為這個不小心吃上 這個官司 一直被官員追 是很麻煩的 是 好不好 我希望你出來能夠主動 來跟他們要求 好 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 好 好不好 不已籌模應該是你們的工作 是 好 請坐 謝謝 本席會注意這件事啊 看看官員有沒有參與 是 關理處 約好 早 早 關理處 我們知道你們真的很忙 推動地方的觀光 促進地方的產業 應該要的 是啊 前陣子 前陣子 處長有帶一票人 去南迴縣的 抬叉 你們不是先去採線 怎麼樣 你的狀況如何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以各鄉為例 好不好 你這樣從南迴縣 從金峰太馬里到大武到達人 你走過以後 你認為他應該要怎麼樣的集體來發展 對地方比較好 其實我們南迴縣 南迴縣 他有他獨特的 人文 這個我們知道 你就告訴我 這你的想法 對我們去看 主要讓他們去看 就是我們在地的 我們的原住民的文化 然後我們的農特產品 然後我們比較 主要的觀光的部分 大概就是我們金峰的 就是天空步道 到太馬里的部分 是金峰山 然後到大武 大武縣的部分 目前還是以大鳥遊戚區 那附近為主 然後到達人的話 就是南天 那所以說 目前我們這樣看下來 目前要 因為旅行社希望 還有多良 多良火車站 查阿米部落 所以我們最後是 在多良的查阿米部落 有停留 然後又討論 所以其實 這對部落的發展 他們其實是非常的有興趣 而且覺得非常的稀奇 因為比大比美 我們很多地方 可能沒有人家的大山大水 可是我們的文化的層面 是他們會覺得非常好的 非常特別的 所以這部分是 我們可以琢磨 再繼續再努力 來行銷跟宣傳 通常觀光就像你說的 要不就是大山大海 要不就是像有特殊的一個環境 或者是人文 對 可是以台東來說 在整個台灣 它並沒有還真的有什麼大山 或那個蘇大便士免的那種感覺 太平洋啦 太平洋不只我們有啦 重點是 台東的特色 確實在哪裡 應該要把它挑出來才對 是 不然你們每次都只用你的一個活動 來帶動觀光 這不是不好 而是活動的吸引力 它的經濟效應會越來越小嘛 而且它有時間性 對啊 所以是不是處長這次看了以後 有不一樣的想法 可以跟各鄉鎮一起來整合 我們現在在推 不管是媒體或旅行團來採線 我們一定要讓它有一些 叫做深度的體驗型的旅遊 我不會讓他們走馬看話 所以我們的建議是說 好好跟圓民出來一起做商量看看 部落的行程 應該要怎麼樣把它推動越來越好 因為我們有在去 我都忘了 有在去頭目的家最多的 就是我們的新興部落 所以我們有專程有過去 好 謝謝處長 謝謝 謝謝議員 好 我們接下來請林東馬林議員 審討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大家早 那個 農委處齁 除了我們的那個 弱品市場 是 我們弱品市場是經理還是 我是減重經理 你減重經理 現在我們的肉賓市場 沒有專職在那裡負責 裡面通常都專職 跟我是減的 那裡面的業務 你管理 普普了解 但是不一定很清楚 但是看議員說什麼事情 我們那個肉賓市場 是 我們有那個 一個 所公代宅 是 秋冬代宅 這個業務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是 這段還要繼續在 有 有 有 今天有個個案 是 我們中年節 今年七月份 有了 七月份 有一個廟 他要剖道 是 要去 新興代宅 是 結果我們肉賓市場 說他們 都沒有工人 沒有工人 因為 財務要財務 所以 我們肉賓市場 用秋冬代宅 財務 應該會不會 他說沒有財務 所以沒有財務 就是說 剛好 哪個月 中年節 我們都休息 中年節 他都休息 對 休息 所有的肉 雙 他都出國 去 那麼 竟然 他說 我們肉賓市場 跟他們說 沒有財務 的工人 因為 大家都出國 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知道 他們 肉賞工會 是出國 我們同仁有出國 沒有出國 就是不了解 我真的要說 今天發現 就是說 那個 做 信心 什麼 說 沒有財務 財務 因為我們的工人 都出國 所以沒有工人 所以 做生 他們就很困難 啊 不得不 不得不 就要淘汰 罵了顯道的風險 現在 你說 你也知道 在外面 淘汰 在外面 去消費之外 還要罰十萬塊 對不對 反駁的問題 但是 我們也知道 民間的 這個 這個 宗教信仰的風俗 齁 七月份 都會 都會 普度敗戴嘛 這樣啦 所以說 不得已的時候 也是 英文普遍 這款情形齁 一種是 可能就是 我們的工作團員 時間都沒有排在那裡 啊 這是一種啊 另外一種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 做獨宅的動作齁 一定要受醫師 我們受醫師 不是受醫師 就在 頂頭都會有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在檢驗 隨時 在那個地方 所以 那些人要有座 那些人 如果沒有座 我們現在的 紅胎 紅胎有來什麼 你變成說 我是要討 現在主要就是 那些人要討 沒有啦 所以說 你來的時候 我就是 天然障礙 大家都聽聞 那沒話說啊 我現在說的是 農委要排的 受醫師 要在場 你現在就是 臨時宅 也是要討 普通他在那裡 我現在想 就可能 那段時間 剛才這個 市場修飾 我們的同仁排修價 受醫師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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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是 受醫師沒有 沒有 沒有 做廠 不可以開 還是我們 沒有 我是說 有時候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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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較少 尤其 每年七月 差不多 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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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人在那裡 那補兜 但是 我們也是 他們還要解釋 台地導遊 對不對 因為現在外面都不能宅 唯一要拿去我們 把我們帶宅 我們這段情形 隨時 把我們開養 我來注意這個問題 你注意 我最近發生 這個問題 我們有一個廟 醫院都這樣 要去帶宅 我經驗 說是我們的完工出國 所以不可以帶宅 自生 他們很大的困難 但是 廟要剖道 已經看到了 現在那天 隔天都要來 不得不 那天都要去淘汰 淘汰 沒辦法 是不是這樣 我們饒科長 沒那一顆 淘汰 沒那一顆 你沒那一顆 反過一顆 你怎麼 我意思是 沒那一顆 沒有啦 我饒科長 大家都處理 應該是不會 不會啦 不可以啦 你不會 來 你今天做 是不是 發生一次 以前 你有印象嗎 那不是 你沒去抓 那帆布人去抓到 還是有些人 嫁妊 就去出題 所以說 我意思是 人家就要學壞 要去申請 你這麼多 那是我們沒辦法 沒辦法 我拜的這種情形 我拜的這種情形 你做成 別家人 拜的這種情形 你跟我們聯合 你跟我們 跟你們聯合 跟你們聯合 說 他們就說你們沒有工人 沒有啦 你有一些事情 因為我是減中經理 這些事情 交給我處理 要不然這些事情 你要自己去擠嗎 不是啦 你交 因為有三個問題 很多事情 做民事場 因為這樣 他們就是 當然 事情發生了 他幫你報 給我聽 發生了 我意思是 尤其 每年出貨 中元節 久了出貨 差不多幾個月 這時候 我會特別注意這件事 好嗎 特別注意這件事 他們那些 肉鄉都聯繫 交流都停幾個天 我現在特別注意 除了肉鄉以外 我們同仁 他有一個女所 我知道 我可以注意一下 除了一般 行政人也以外 其他的 我會特別注意這件 這是給人 我會特別注意這件 尤其是民間的 其實我們也是 像議員說這樣 我們也是希望 弱品市長 我們這是一個公司 我們這是一個營業單位 我們不能說 人家有生理要做 你不要做 我們就在虧板 你不要這樣 這不要說生理啦 為了一個人 還有一個生理 直接在那裡 台債到幾百元 是不合 但是為了這是我們的 客人至上 我們還有這個態度 你知道齁 這就是 不要再 再發生過一次 好嗎 我跟議員 特別報告一下 你如果還要尋找 配合我們 晚上的台 就結束了 那我跟議員說 你如果另外台比較多 再多 用電子台 那就是整個都去 人家那補到去 你可能不會 補到要再撈那種的 那就是比較多 那你用電子 就整個都去 我不知道 就是這樣用那個 對不對 人家是民族 要撈頭撈尾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好 你知道嗎 我們 萬澤蘭上班的 萬澤蘭 萬澤蘭 那個 又是在班的齁 那是不是今年 有 給鄉頂公所 叫他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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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處理 那個 小花萬澤蘭 是 那他們是說 阿公文 給他們 鄉頂公所 洽工 洽工 去撈了 那我們鄉頂公 電會跟他們說 動態不要撈了 因為 我們才沒有錢 沒有我們經費 沒有那麼多 那現在要擋好嗎 現在要擋好嗎 嘿嘿 我們這個要努力 我們今年 這些事情要處理掉 我們會打招 不是 我們會打招 鄉頂公所 是跟他們說 你們跟他們說 不要做了 因為我們的經費 議員沒通過 我來打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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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把這件事 印象中 我有這個印象中 那是你們的 電負案 議員沒通過 好來 這沒通過 是收入的部分 我們叫人去做 人請人去做 都騙我們的 你跟一通電話說 因為我們的錢沒通過 你們不要做 人請人 這個議員 我們來合調 我們來處理 我們去處理 我們來處理 我們來處理 我們誠信原則 我們不能讓 人請人請就請 這錢就開了 當然 我們要去看怎麼處理 他完全來處理 不要讓 不要讓 那些 那些 不要讓 鄉頂公所 我們自己也不來 我知道我這幾個鄉頂 人請你們去做 我現在也怕 防衛法 防衛的也不想問這事情 其實幾個鄉頂都這樣 因為防衛的都差不多 我來處理好嗎 好嗎 我來處理 好嗎 我來處理 好 感謝 請請請 謝謝 宜月科長 你這個宜月科沒有多久嗎 宜月長 有了嗎 好 那長濱港你到底現在是 只要沒事有 東北基礎 不要說台風 只有東北基礎大一點 都 港口 都動的 都打的 是 你們現在有你們 會繼續 有你們輸進嗎 現在我們正在搶通 那每年都有花 大概五百萬左右 年度會做輸進 好 好 現在來說 現在 現在 剛好就是 餘 那個餘夜就是 好像現在是 炒爐最好的時候 現在可以說 餘夜的旺季 你趕快去搶通 總共你們想吃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 因為我反映 我們說蘇進鎂那些 耍酒 聽說品質不太好 不好表 不好表 表不可以出現 歷年其實都 那邊的狀況都還不錯 還不錯 那還不錯 為什麼還要堆那麼多 因為公過於求 其實挖起來的沙子太多 是啊 公過於求就是 品質的問題是市場的問題 你如果公安好像很奇怪 外面的耍酒 欠到這樣 是怎麼那些耍酒 因為他是海鯊 他是海鯊 他說海鯊 好 那海鯊不管不要出去 不要不出去 你依殺 你給他放在那 堆在那邊 沒有好好的堆釋的話 應來 動機也要拆下去 齁 這點要注意 因為那邊的翻譯說 他們要做那個 檢查掃 在旁邊那個康地齁 好啦 時間到齁 好 還有一分鐘好嗎 不行 阿錶有人電機 不行啊 你也可以 下半場啦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領導辦 應該你這樣說的話 他們聽不懂啦 大家的意思都知道啦 我們接下來請 黃內法 黃遠心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啊 大家鬧 我還是要請教我們 習主黨 我還是繼續齁 來探討我昨天一些問題啊 因為所有議員 我還是我對你最捧場 謝謝 我在此齁也忠誠地齁 來提醒我們阿錫主黨 市長和出黨,被詢人、打詢人,一定要誠懇 一定要誠懇 不要老是用凹的,要用緊的 這殿堂上你禁贏也沒好,結婚贏 但是你永遠都沒有改善的機會 所以跟議員報告,昨天我就誠實,我不懂,我就一定改善 很多民眾也有,都忠悟愧愧在看我們兩個在對話 所以未來不管對哪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不要以合理的方式來掩護你不當的行為 在這方面,那我也會致免 我決定不會人生攻擊你,或者是其他方面 這個A5方面,我不會這樣做 希望我們兩個能共勉之 今天有機會在殿堂上,這是緣分的使然 更希望我們兩個都要珍惜 我想這幾次的台風 對我們台東的農業的慘痛的創傷 我來聽聽處長 你們農民處在協助農民爬起來輔導這個機制 請說明 因為你大概,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從尼泊特開始 你是算非常的投入了 對整個我們在勘災的過程,包括在查報的過程 你非常的投入了,也非常關心 我想我大概分成兩階段來說明 第一階段尼泊特颱風的時候 大概主要的災期 主要大部分的農作物 損害最多的 比例最高的是在台東 泰瑪里,北南 這個是第一階段的 當時因為第一階段的時候 我們算起來 全國的焦點都在台東 所以第一階段我們在很短的時間 剛剛要了六億兩千萬 然後呢,我們在兩個月之間 發出了百分之九十九點多 其他的那個點 為什麼沒有百分之百 就是因為有些疑似案件 爭議的案件還沒有處理 到目前為止,還有爭議案件還沒有處理 也就在東河的部分 這第一階段 但是大致上來講 我們大概一般來講 我們就潛力配合 這是第一階段 第二部分就是剛才講的 後階段,九月以後的 從墨南地颱風到這個 煤期颱風到後來的這種 最後一個颱風 那個艾利颱風 這幾個颱風好雨的 這個影響最大的 第一次墨南地的時候 對縱古的稻田 有一些影響 但不是那麼明顯 然後一分風 然後加上來 這一個多葉的影響 對縱古的稻田影響最大 我們整個縱古的稻田 包括池上跟觀山 總共申報了 大概將近一千 一千四百公頃 然後我們整個 金額一估大概是 大概是三千多萬到四千萬 到目前的話 到目前 路也已經申報了 路也已經申報了 但是抽查沒有過 所以路也要再重看 然後觀山跟池上 最短的大概這一兩天 觀山的開始送進來 然後有的部門還沒送進來 然後我們大概最慢最慢 下禮拜一定排生機復勘 現在最大的問題 爭議大概就是說 有的農民就利用這機會 一起申報 這個我們都接受 但是在農改草的時候 這不是後來階段 目前的還沒看 前面階段的時候 他們有說到 尤其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農委會 農改草去看的時候 他們有的是跟障礙沒有關係 有的是因為是用藥的關係 這個部分 都是未來我們在 下禮拜再看的時候 我們的重點 我們會特別注意到 我們會跟農改廠特別來溝通 這是整體性的問題 我希望齁 是 處長 是 你的處理方式 要跟你說的都要一致 不要標理 不遺言行不遺 這樣就不行了 爸爸一言 我其實齁 我內心啊 我希望他們都不要看 全部都準 只要說有就好 只要有損害的話 但是因為 這個部分 並不是說 因為這個必須不是說 一年只會發生一次 而不是一輩子發生一次 一輩子發生一次 我覺得說 就這樣了 救助嘛 就救助嘛 但是因為它每年會發生 每年會發生一個現象就是說 你今年標準用的特別寬 明年假如沒有過的話 那個驗聲再到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其實在尼伯特的時候 他已經 我們雖然不敢講說 百分之百換寬啊 但是在可能的範圍 我想中央 包括我們的專業人員 包括農改廠的 包括很多專業人員 包括香蕉研究所都來了齁 他們還是盡量那個 從寬來處理 但是 因為這不是一年 不是一輩子才一次 所以他還其實有一定標準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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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齁 希望是你所說的 這樣去再執行 你的相關業務 但是我背後聽到說 你是在背後下指導 很多沒有通過 就是以你的因素 你說很多沒有通過 讓他通過 那才像我啦 很多沒有過 很多過的那不過 這不是我 那你講說沒有過的 我再請教你一下 剛剛所說的齁 這個災害的其中的一項齁 也就是我們天然災害的這個補助金齁 就是 重寬 重數 重減 這六個大字 你給我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重寬 重寬 就是說 假如你的損害 這個我其實 中間還沒講的時候 我在去年到今年 我在跟同仁在講的時候就講過 他講的是 我們規定百分之二十 你不要說百分之十六十七 你跟他講出來沒有到 你不要拿這個來當藉口 十六十七十八齁 那個你就 就就就就就說二十 你不要去刁難這個 但是 這個是重寬 但是你假如說百分之五 你把它當作二十 這個當然是有點難度啦 但是我講的是那個冰眼 你不要這個重寬 重數就是 我們第一次在 速報出去的時候 希望在 不要說三天五天 希望在一天之內 就速報就出去 讓人家中央人格在做認定上最快 所以我們尼伯特是十小時送出去 送了六億五千萬 這個是重數啦 就讓他們在評估的時候 重數 那 其他的重減其實就是一波制度 一波制度 為什麼第一次會那麼快 我們第一次他給我們三億 後來我又跟他要了三億兩千萬 就希望 錢你到縣政府這邊 只要我們抽查過 馬上就給你 這個速度少了 大概少了十五天 現在目前有一點慢 可是他原因就是 這一次一波就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 因為第一階段的時候 他一波一百多萬很少 所以這次已經給台東市 好 處長 你說重寬 認定的標準 沒有標準一致的 我今天 一樣的事情 正在不同樣的角度 那我的看法前 到最後 有不同的答案 好 我看的是 已經超過百分之二十以下 你看的就是百分之十五以下 那這個 這個 現在 現在我們最大的難題 其實我們發生在過程當中 最大的問題 大概不是在這個邊緣 最大的問題 三次我們在颱風的時候 在 比如說 種老花老葉 是補助大概是多少 或者是種其他補助是多少 然後種世間是補助多少 有的人當中 他的一公頃當中可能三種作物 他拿那個最高的來的申報 因為開始申報是自己申報的 結果 處長 你不要看 在我的時間太多 在我的時間太多 是 我現在你說重寬 我們現在 現在哪個尼伯特台翁的香蕉的損失 香蕉的損失 你看 從 從勘再從勘 復勘再復勘 這樣 要農民 寫生物書 你們再去復勘 這個整整的這個過程 一個月以上 一個月以上 那 這個香蕉 香蕉說起來很奧妙的 香蕉 香蕉 很奧妙的 香蕉 倒下去 又馬上要復正 不復正的話 馬上會影響 下一次的這個採收 另外 香蕉 它的葉子破了 它就沒有採光了這個 這個功能出來 所以很多 很多這個事情 你根本不知道 你說重寬 我認為你們都是重年 都是重年 很多的事情 都是要超過一個月 一個月的補助金 才有到農民的 這個手中 雖然你這樣說 我們的 世家有經驗 那個香蕉 有經過第二次 請那個香蕉研究所來看嘛 雖然說慢一點 但是還是在兩個月 但是你沒有專業啊 你們我現在 我現在就講出來 你們成半年 都是年輕的同仁 對於這個農業方面 都沒有很深入去經驗 所以很多 如果遇到沾損的時候 都還要請 什麼屏東的香蕉研究 這個博士 他來了之後 他才說明你們 才肯這個受禮 那這方面是不是 你們這個真的沒有專業 所以必須要 你們的這個 同仁 一定要去受信 專業受信 專業的判斷 不是縣府的同仁 專業的判斷是農改廠 我聽說都是你一個人在指導 在背後指導 你必要笑 如果是我的話 大概都一批就過了 好 我們再留著 以後再來探討 謝謝主席 好 謝謝黃內華 黃議員 我們接下來 請張主任 張議員 請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大家早 剛剛 聆聽了 我們黃內華 議員 所提的一些問題 本席也是有同感 自從尼伯特以後 陸陸續續的災情 大家都很清楚 我在這裡 這次尼伯特以後 當然我們中央跟地方 呃 觀念上都是一致的 就從數 從寬 從檢 從優 可是 可是我們有一些做得很好 但是有一些應該要改善的 剛剛處長所提的 處長你的認定 跟你的看好 我本席是肯定的 因為你做事蠻積極的 但是我經常講 單位的負責人 你的底下到底怎麼樣 在之前好幾次的會期 上一屆也是一樣 我在要求 不要說一個規定一個法令 各有不同的解讀 然後 所以我說 政府機關本身要從原 要一次的 要給他開課 講習 讓他去了解 那我們這個政府官員 現在有一些就是說 本身不是內行人來幹這行工作 做出的事情就是 我給他 我舉個例子 這次尼泊特以後 剛剛 剛剛王樂老 也會提到香蕉的問題 我請教 那個 主辦農務的是吧 香蕉 是你主辦的嗎 我問你 香蕉要如何去鑑定災情 基本上我們會看現場狀況 看 如果說 靠去賣光 如果有結石豬的話 那我們會去看島蝠的情況 還有就是 膠葉破損的情況 這個角度是標準的嗎 要看他的 香蕉的 種植的生長 香蕉 香蕉你如果說 倒下去 怎麼樣的角度才是 認為說他已經是無效 如果說已經 檢視出他倒伏折斷的話 其實 那個就是已經無效 對齁 所以這種說法 都是 讀書人在講的 你沒有務農 你不了解 香蕉如果燒到這樣 水火就吸不起來 那就無效了 知道嗎 不是要折九十度 三十五度 幾度 那個都不要講 本來就會死的 所以我在這邊講 跟處長講 同樣的一本的規定的法令 你們各自解讀 所以 我們政府說 重選 重關 重訴 講的 真的很好聽 其實在執行上 多少明驗在裡面 那不能怪政府啊 也不能怪你處長啊 那怪誰 怪你底下的人啊 我開個玩笑 這一次的事情 那個科長我沒叫你做啊 你怎麼做些事 我還在談你的事情 香蕉 你們去看的時候 講那個農民 你為什麼把香蕉砍掉啊 那個不是災情 那是你砍掉的 你看 很遜啊 這種人可以到 到農業處 承辦業務 承辦業務 對不對 市長我這樣講不是很奇怪嗎 誰懂得香蕉 家裡中蕉幾種 哪一個有 有沒有 市長你家裡有沒有 科長有沒有 這個跟議員報告 你提了這波 以後我們會特別再注意 從去年我們開的分區 這個 有開沒有懂 因為跟議員報告 這一次 如果說有開 為什麼底下都不懂呢 我再告訴你 哪一個知道香蕉砍掉有什麼好處 舉手 科長 為什麼香蕉砍掉 他希望旁邊的藝牙能夠長啊 你又講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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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講不對 所以香蕉台風一來的時候 一斷掉的時候 馬上為什麼要砍掉 你講的也不對啊 幫忙議員 這一次喔 我們香蕉總共大概 受損的大概 一百到兩百公斤 那個多少 我都不管 我現在就說 你們去 你們去 開場的時候 你們的認定的標準 最後認定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香蕉最後認定 就是說到中株以上 全部通過 除了你剛種植的小株 那個高度大概在一公尺以下 甚至更矮 我現在還沒有講到這個部分 其他都過了 其他都過了 這個部分我還不表示意見 是是是 這個部分 其他後來都通過 我們就重關 這個部分我並沒有意見 這後來重關 但是你們都不要自己齁 自己自己挖洞來跳 你也不要子弟婚姻三百兩 我現在什麼講的就是說 你對這個香蕉 你沒刺激給他罵的農民 農民就說 欸議員啊 這個多行的呢 不然你又來跟我講 我說那有的沒有的 我這次好像正銀錠 他說我不對啊 我還在笑 我說啊 多多體樣 啊 有錯的話 我們下次改進 我們再跟政府官員 再講 注意這件事情 那個初刊是 我也是很輕鬆講 那個應該是初刊吧 會不會是在鄉鎮公所 還是到縣府這邊 對農業處喔 你剛才有講說 台翁來的時候 你們要勘察的時候 標準要一致 但是這個標準 絕對非常專業的標準 因為現在農民 演超越政府官員 你的專業 我們說世家就好了嘛 他們比政府官員專業 眾生的水果也比政府官員專業 輸什麼匯也比政府官員專業 噴什麼藥也是一樣嘛 我這樣講的話 應該處長 你可以接受 我也不希望你跟我強辯 我也不需要跟你強辯 為什麼 我們講事實 輸 我們就是人輸啦 對 我們讓你講什麼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說 免會保護同仁 我承認 平時保護啦 有事的時候不要保護啦 有事的時候不要保護啦 出事來保護幹嘛 爸爸議員 我想齁 我平時對同仁 你都知道我算是高標準要求 高標準那是你保護啊 高標準的要求就是保護同仁啊 對高標準要求 你不要等他出錯了以後再來保護 那個來不及了 對我都是高標準 所以 一般來講我可能在同名 評價也不高 因為他認為說我這個要求蠻高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 有時候 可能不敢說像兔兔地 他是講話變很好聽的 我們都平時了解 公務員幹久了以後 都希望輕鬆啦 對不對 是是是 要求遠一點就說 再出禮拜讀書啦 但是出了事情以後 他就說出場不要求 就像平常父母一樣啊 做小偷他很高興啊 拿東西會很高興啊 當他出事的時候 他就媽媽不要教我啦 這個人性嘛 今天我講的 像林務科一樣 林務科你站起來 你們在在的出問題 你今天再不去承認 都不行的啦 香蕉的問題 科長你回去研究 為什麼要砍掉 我現在不告訴你答案 過去我們都把答案告訴你 我希望你告訴我 總之我會請你來排上我問你 我問你一些農業的問題 科長你要回去看公車 我就這個部分特別有信心 所以出場剛剛跟黃瑞瓦議員 所答醒的齁 就是說講得很好 你很用心 很關心農民 可是你底下的認知問題的問題 還有用你的power全力齁 生殺大權齁 愛砍就砍 不砍就刀子方向 這樣不好 就像林務科一樣嘛 我講了嘛 人家還沒有申請你就跟人家講說 你不要申請 申請我也不會給你準 對不對 什麼世界啊 難道這個政府會讓他倒嗎 就像國民黨要倒一樣啊 忠言逆合 你想得到國民黨會倒到這樣 法六替化那麼乖嗎 今天我們的政府如果這樣也是這樣法啦 一樣啦 其實今天我們就講說今天美國總統選完 為什麼會結局會這樣 啊沒看過啦 林民心說有一把子他會涼嘛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齁 我講的這個是重點 但是我沒有講細節 我講細節的話 就對某一個人 絕對正宗處長你就要聽了齁 可能他就會找你麻煩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說 有的主辦單位齁 處長你有那種心 那你一定 只要一本法律或是一個規定 各自解讀齁 你這樣傷害百姓的權利 這樣也不好 齁 政府的德政就是在你手中摩殺掉 所以齁 不是給你們很清門的意見齁 齁 以上 謝謝齁主席 好謝謝張卓南長遠 我們接下來請方先生方遠 審討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陳秘書長 各級處一級主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記得上次定期會的時候 我有針對 二五一九零班地的問題 保安零地的問題 請教過我們的農業處長 主長請教一下 是 上一次臨時會的時候 你有來一份公文給我嗎 對對對 對不對 那份公文大概的韓運 大概給我 那份公文就是說 在今年十二月之前 假如還沒有完成 就相關的土地相關的那種清查 然後送到農委會的話 到農務局的話 他要強制收回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都有溝通 我們希望在 舍爺以前 如期的 能夠送到農務局 你說有溝通是什麼溝通法 當初我在執行的時候 我是想說 請姓庚父 大家來坐下來談 因為 最重點的話 我們那個部分 就是個別的去溝通到共識 然後因為 這個實際上的話 你到底是個別去溝通嗎 你跟我講有沒有溝通 有 那我是不是請劉烏克說明一下 好 劉烏克請說明一下 現在的性根副大概總共幾副 現在 因為他的照 以前的名測是205副 205副 實層真的拖太久了 有些人都已經過世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做清查 那你怎麼溝通法 我問你 我們在16號會跟他們發展協會一起開個會 是你主動召開會議 還是他們主動來召開會議的 我請他們 我請他們找時間來開會 因為不是 是你主動召開還是他們協會要召開的 他們協會要召開 不是你主動召開嗎 我配合他們時間 因為我配合他們時間 我配沒有時間 你既然有時間去 個別個別去拜訪 你沒有時間召開嗎 因為很 205副 你說看來出場有獎 你們個別去溝通協調 你到底拜訪了幾個 你跟我講 我是偽游他們的那個 還偽游 因為他 偽游 根本都沒有去協調嘛 你有個別拜訪嗎 你有會議紀錄有沒有給我看 有沒有 你拜訪哪一個 根本就沒有拜訪嘛 你沒有主動去積極去 報恩友 我想這一次會有很大的共識 一方面大家就是議員你們提出來 來做這個質詢 所以我們另外就是議員講 我們把這個公委給你們 讓他知道 目前農委會就是 就是林務局的 他的態度是這樣 讓他知道 12月你假如真的沒有辦法 這樣的話我們就會這麼處理 所以我們相關資訊也給他們 通常有這樣的看法 那你們主管機關你就不要 要表達意見啊 你要跟地方去協調啊 包括議員有一個特定的地方 你要主動去協調啊 當然是主動 我們過程當中是讓他們自己去認為 他過去當然不配合嘛 現在我們的政策 不見得說民眾都會 都會同意啊 一定是有反對的立場嘛 對不對 就像你市政也是一樣啊 還有另外一個跟議員報告一下 到目前為止 你誤知這個土地還沒有播放給我們 但是我們這個責任沒有推開 我們繼續在做 所以目前的話我們在接觸 是我們接觸 我們希望他12月以前 能夠把相關的資料送給我們 希望你們要主動積極啊 當然 因為10月沒有的話 要被動 由他們協會去主動來召開會議 要邀請你們來練習 哪裡有這樣的咧 你們是處在一個被動的那個立場 方議員 我們大概先把主客官那個講一下了 今天土地到目前為止 不是在我們先政務 沒有播給我們 你是一個主政單位嗎 不是 不是 你是主政單位嗎 目前我們不是主政單位 你應該是輔導嘛 不是 目前我們不是主政單位 你有權力去指揮你嗎 沒有啊 不是啦 目前這個對象是聯務局 是沒有錯 是沒有錯 我們下去協助 是你的主導單位呢 蛤 你是輔導單位 你是溝通的橋樑耶 所以我沒有錯 所以我們就跟他溝通啊 你溝通人哪幾個 我問你 這不是我們 我們其實 你剛才跟我講說 對 你私底下去溝通 現階段的話 也許是 我們同仁有把這個資訊轉給你們 把相關資料都給你們 啊 當然 在過程當中 還是要拜託議員 你們是直接跟你們面對 反應問題都跟你們面對 這我有反應過啊 可是你們沒有主動機器去做啊 不是沒有主動機器 現在我們沒有角度 我們沒有任何的權力去開說明會 我們沒有 因為現在土地不是我們的 說明會不用你去說明 你就要來溝通 請他們來 表達意見就好了嘛 不能達成共識 是另外一回事 不不不 現在我們 大概沒有什麼好 好什麼 打不打成共識 現在 你知道 那個林 科長請教一下 與你這樣去拜訪 拜訪這205戶 你所得到的結果是怎麼樣 你告訴我 我們剛在16號開會 不是 我不要那個什麼16號 我知道16號 在那個巴布魯會館那邊開會 我是要 要知道 你去拜訪的 這幾個205戶 不要說205戶 你就拜訪10戶就好了 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你告訴我 大概還有 有幾戶還有一些意見啊 那就是當場開會的時候 大家來討論說 他們的意見是什麼嘛 重點你告訴我嘛 不同意啊 不同意什麼 不同意解編啊 他們不同意解編 是啊 誰不同 你說那個250戶裡面都不同意解編 沒有沒有都不同 大部分都同意 對嘛 只有兩三 兩三戶不同意 他可能是怕影響到他的權益 所以16號說我要 再去跟他們做 阿多數是願意解編嘛 對不對 對 重點在這邊嘛 對 其他的細節我們在研究 是不是這樣 是 是 你根本都沒有去拜訪嘛 那你們處長也是不說八道啊 沒有沒有不說八道 其實很多人 其實在這過程當中很多人 過過去拜訪 逐一拜訪 根本就沒有拜訪啊 答案就不一樣嘛 現在議員我們說實在的 在目前現階段 我知道 我們是告知他 你接不接受 不接受就是收回 就是這樣欸 沒有錯啊 我們目前這個訊息都傳達出去了啊 所以他不接受 其實16號就是在告訴他們 你不接受 那你不要寫 沒有關係 不行 你的權益就沒有了 你不了解我的意思 是是 站在你主政的立場 你是一個農業單位的最高行政部長欸 你必須要關懷 今天假如農委會 他照正常的速度 把土地撥回給縣政務 我們的做法絕對不一樣 今天到目前為止 相關的資訊是 林務局說了算 不是我們說了算 但是我們把這個相關的訊息 轉給相關人員了解 所以當時我們會通知議員 讓你了解說 我們目前是這樣 我們把這個資訊是給他們 傳給他們那個 那個目前的 肯根戶 就是研議在這裡 我們為什麼講肯根戶 我們沒有說站根戶 就講肯根戶 目前在使用的人 我們認為這有歷史奄言 所以我們都配合 我記得他們 民國四十九年 就開始講水費 所以我們就肯根戶 我們都配合 然後 跟你的報告 因為你剛剛很關心 我特別說明一下 同意以後 我們送解編委員會 解編了以後 他可能會用 從那個保安寧 保安寧解編到 可以其他的 也是林業用地 然後在下一階段 再經過水保局 做平地以後 農務用地 站在你 農業樹立場 你同意解編 還是不同意解編 我當然全力配合啊 那你那個林代的部分呢 林代五十公尺 那個是 他們畫下的關卡 那個關卡 假如說民眾不願意接受 那大概就是 就是這個案子 那林代他們 林代他們 林務己是 他們是希望是 畫在哪個地方 那他是十年前 經過很多立委 他們已經經過立委的那個 那個爭取 經過起的共識 這五十公尺是 大家能夠共識 五十公尺 我知道 他位置不一樣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位置 有人希望是在提防旁邊嘛 有人希望是在 其實我們這樣講 現在很多人大概 對這個事情 有一點那個 那個 不太能夠信任的原因在來 就是說 他怕說 沒關係 我們十六號再談這個事情 好不好 大家再請教文化處長 如果民眾 要申請參展 那要具備什麼條件啊 是哪一類的參展 不管啊 我比方說我會畫畫 我有作品啊 畫畫是嗎 我們每年的 一月 接受四一個年度 在我們藝文中心 一樓二樓 藝郎的參展 所以有什麼條件啊 有限制條件啊 藝郎嗎 對啊 基本上 我方寫人 我會畫畫 我很多作品 是 我要參展 我們有請了 今年是四位委員 連我五位 我們都是由這個委員會來審議 全國各縣市 委員會是哪四位 賴純純老師 林詠發老師 曾鑫平老師 跟朱文華老師 這四位 我們可以在下半場再登記 好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好 謝謝 霍先生方議員 也謝謝各位 我們上半場就到這裡告一段囉 等一下十點四十 我們再主持開會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接下來請黃中凱洪議員行打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大會主席 首先請一下農業處 許處長 葉昭 早 處長 請問一下 這一次的尼伯特封災 在富岡港那個地方 造成了一些災情 這個海堤斷裂的部分 那就你們那一天的觀察 包括有很多網友 把這個當天海浪打上來的這樣的一個畫面 影片放到網路上 那對於當天海浪打到多高 打到什麼範圍 農業處這邊有沒有做一個評估報告 那個包外院 這個在整個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那個海堤有一些的消坡塊 有一些部分大概都流失了 所以目前我們第一階段 航道清楚的部分已經開工了 11月5號已經開工了 那因為它受到偏偏向的影響 偏偏的影響 有時候天氣不好 因為它那個需要平台轉這上面在外索 然後在那邊打出 所以那個進度會受影響 我們本來希望在11月底可以完成 但是因為它目前的工作狀況 只要稍微可以就在做了 因為目前都在那邊了 啊我們是希望這個 1800多萬的工程能夠 競速在今年內能夠完成 啊相關的後續的那個 比如說冬體的出建的工作 我們那個3億4千萬 不知道合下來沒有 還沒有合下來 這個 1800萬是只把那一根這個燈塔撈起來 包括前面的那個 那個東體有一些攤方的 有一些已經斷裂的 還有那些城鄉都要打掉 影響到航道的部分 那不是整個打掉 那等於 等於是說分成兩階段 所以現在預估計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這個部分啊 我們希望在今年內一定要完成 在下一個工手發包以前一定要完成 那你們現在船隻的進出危險 沒有沒有影響 你們現在有 叫那個潛水 潛水孵下去做一個 一個標啊 都有做導航的設施 包括在那個東體上面都有做一些導航的設施 所以遠遠都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那些燈 這個還是要注意啦 能夠盡快完成的 因為畢竟這些船隻進出 他們還是很擔心 會撞到底下的一個沉積的東西 那個導航設施有確有做 目前那個臨時性的導航 但是我要問的不是這個啦 我要問的是說 你們有沒有評估 這一次海浪打的一個範圍 打到什麼地方 抱一眼 那是每年都會發生啊 對 但是今年特別嚴重啊 看起來 其實那每年都一樣 其實都一樣 只是說 當時東體 因為沒有斷裂 所以大家不會把焦點畫在那邊 我這樣直接問啦 我這樣直接問啦 現在我們客運船在上架船的那個位置 那個地方 硬會打下去 一般 跟你也報告啦 假如說 那個 有那麼大浪的話 船大概也不會在那邊上下 也不會 因為那個時候 你如果風海天的時候 那個船會開去旁邊放 所以他不會在上架船那個地方停泊 而且那個會影響到進出的一個 航道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評估 這個海浪打起來之後 會不會打到這個地方 有看 有看到這個 有去評估嗎 它是一定會進來 它讓大胎梯打進來 一定會打到那個地方 一定會打進來 打上來的這個浪一定會打到這個地方 一定會進來 好這個都是嘗試 對不對 這嘗試 一般正常的話 假如說 這個的話 就要削坡嘛 削坡的話 就是我們東體修復的時候 有一些的城鄉做好以後 它有一些不削坡的地方 會再做 做的話它浪就會小一點 基本上 小浪對這個海浪打上來 會小一點 小一點 但是基本上 就算是我們做再多 它一定會打到這個地方 因為 風浪再大 你撞擊到任何地方 除了前面有削坡的狀況 一定會打到 市長 這個我們都知道 重點就是 這些漁民們 住在當地的富剛的居民 都知道 這個浪打上來 會打到現在 上下船的這個位置 但是未來我們近年 整個要在這個地方 建一個遊客大樓 它不會 打到那邊 一定打到那邊 現在的影片 你回去 看 這個遊客大樓 是先 前提就是在南體的地方 要做那個 再往南 現在目前的登船處 再往南 要做一個 做一個 南體跟那個沒有關係 南體是從那邊的浪 才會打上來 不是 南體做那邊的話 會把整個那個 那個 那個 浪的方向 還有東體的修復 會把整個方向 會做修正 這個都做水工試驗了 水工試驗的情形 我想 是不是請我 請我們文泰科長 跟你說明一下 水工試驗 議員好 有關那個 議員詢問要 就是 月亮的部分 其實之前有評估過 那個部分 其實 我們有模擬過 那個 颱風的 強度 要 要打到 岸上這個部分 大概 非常非常 大概十年為一起的颱風 才有可能 一般的颱風是打不到那邊的狀況 基本上 評估上就還是會打到 就對 十年一次 十年一次的颱風 我們沒有辦法去 對於 因為畢竟他 和下來的精銳 我們最多也只能這樣子做 這樣子做 其實 已經把他的 影響 減少到最小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那邊 跟田主 特異酸 這樣我了解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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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只能有人計劃 你著 murm 灘 越來越急 港 市長 市長 他在南邊在做難題 所以他的狀況跟現在目前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個還是專業評估 我們就是只有兩種 一個專業去評估 一個是長期性觀察人的經驗 所以我們這個都要做 這一次雖然十年前做過環境影響評估 這一次還要做環差 就是在這裡 還是要麻煩你們 再好好的評估 再審慎評估一下 這一次我們特別在過程當中 我們請儀會的李總幹事都有參加 包括去海公那個做我們水公司 我們也請他去看 這就是總幹事跟漁民的講法也是一樣啊 在說明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給他看 所以就是讓他們去了解 我們未來的整個進度的過程 讓他們了解 這我給你建議 希望以後不要發生這樣的情況 現在就預料 到時候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們要想辦法盡量避免 或者是說你的設計上面怎麼樣子去 去防這個海浪 你們設計上面 趕快跟專家再去做評估 因為這我也不是專家 我們就是 去面子的經驗跟我們講的嘛 這樣 可以嗎 主長 是 謝謝科長 主長 我再請教一下 是 我們台東 這 這兩年的一個房地產 跟農地的一個交易 大概萎縮得非常的快速 那 萎縮快速大概跟全國 關於農舍 農地的使用的一個政策有關係 那我想請教一下 處長 之前也有談到說要定一個自治法規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 我們先不要講已經過去造成的這些問題 未來我們對於這個管理上面 是採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呃 農舍的管理 跟一也報告 目前的我們農舍的申請 它都是做實質審查 過去的是書面審查 所以它相關的速度很多方面就 就大概比較快 但是 目前的做法大概實質審查 實質審查跟書面審查 最大差別就是 你假如蓋農舍 它就是蓋建築物 建築物 蓋建 在蓋建築物的話 一般申請在建造的時候 它建造的標準 然後使用的時候使用標準 用這種方式來做處理 現在目前實質審查 在建管部分就這麼處理 包括它的排污水的排除 它就照原來的我們蓋房子 一般建築物蓋房子怎麼處理 市長我請教你 就不是管它農舍不農舍 要用建築法規來處理 那我請教你 今年度申請農舍的案件數有多少件 農舍這個要問建管 這樣問建管 農許不是 農許今年通過的大概十一件到十二件 十一件 你有 課長 課長回答一下 這個跟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一百零五年度 就今年度農舍申請案件大概是四十五件 那我們已經 那是跟去年通過的 我們已經核准了十二件 昨天也合理 那你覺得相較於之前的建數是不是大不萎 是 所以你有想過原因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並不是實際的從事農業 其實是農業經濟的部分 他們其實沒有符合合理性和必要性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現在 不管是外面的 仲介業者 或一般民眾自己 真的是農民他要申請這部分 他們的想法就是 現在是 縣政府的態度他搞不清楚 所以他 不敢去做 你知道嗎 所以我想這方面 慢慢的我們來討論 那部分有一個解套的方式 我是覺得 但是我是想 自治法規 從中央 大方向 大前提 中央來處理 中央這樣做的話 我們地方自治條例馬上配合 沒有 處長你那一天那個自治法規後來沒有看到 沒有提出來 因為 你中央的法規 在現階段 中央法規目前的方向 時間到了 等一下再繼續登記花園 我們沒有辦法逆勢而行 謝謝處長 謝謝 謝謝洪中海洪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鐵師兄田一元行討時間10分鐘 謝謝主持人 我來研究我們洪議員後面 我們來請農委處長 因為 因為現在我們的農事 現在所有八成 西遊朝都不敢去行政 就是說管政不準 因為口號都說是 憲政不準 現在農事不可以去 就這樣一直在傳播 你普通你農民要去農事 很嚴格 我現在 我先講 才有個時間跟你講 是 因為這個問題 八成 像我現在 我們那件 我來做一個比例 你現在我們的 教會 也沒有辦法解釋 大家剛才在 懷疑說 現在農在上面 可以去農事 我們的政策在變 剛才跟那個 剛才跟那個病例一樣 發覺變就變 所以現在 現在 叫這些農民 他們不知道要怎樣就好 就好 沒得到農民 賣的 農民都一定會對 我像我常說的 我們現在用法規來 來拔這些農民 違法 什麼法犯黨就有 其實真的 政府做政府一個官員 真的要替老百姓做一些事情 你如果想 你現在農事 要進行 有出這個問題 應該處理到中央期 還是要講 這不是地方 不是地方 所以發生什麼 隱瞞有的 沒有的 這是八世的生活問題 真正是 真正是農民要去的 一定要讓他去 這變成要 你要怎樣 都沒關係 但是 真的 真的要順便 讓我們的農民做一個解套 我告訴你 真正是農民 你做農業使用 你本身 本來做農的 要在土地起床 他是稍微 要注意事項而已 難度不高 現在比較有問題 是說 你本來土地不是做事 要起床 那是比較有難度 現在差是差而已 其實你部分農民 就需要你的土地起床 難度不大 你可能 比較沒有了解這個 像是說 開始要申請的時候 跟我們管 跟管副來 真的 剛才我們出版農事 我們 就確定 齁 你說今天都做幾項 我 我 我希望我幫你報告 齁 應該看舊 我想說 我們這個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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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使用的 你是要買兩分半塊去住 這就有難度 這就有困難 困難是困難的 但是也不是說不行 你真的說我土地兩分半我要去 你真的就要做這個做信用 直接當作農舍 那也是會準也不是不準 其實市長你說到這個 我可以說給你聽 土地培 是災團在炒的 農民不要炒土地培 我沒有享受到 真的享受到 農總是財團 現在八成 我是覺得說 我們心理政府黨員 八成要去申請 如果法律上的規範 應該不要 不要創成這樣 你真的沒做申請 真的沒用心 真的沒做申請 其實我們 我是希望你說 因為你的口罩也不錯 你 你在變事情 我小時候會變 如果在中間開的時候 你的口罩應該是要去 八成做一些事情 真的 齁 紀元 請報告 祝你請坐 我們科長請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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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請我們 我們 公禮儀處 出庭 委員一號 今天 在我們 管理會 留會的時候 我們 有開一個 理會論壇 我感覺 那天你講得不錯 所以各位 所有來參加的團隊 不管是觀光協會 不管是 齁 在團 都來參加 大家意見都不錯 我就覺得說 齁 因為 在發展觀光台東有這個條件 其實 我們 我們一項 抗議不止 我常來講 我們台東的觀光 你如果沒有蘭師 做政策 你再做的時候 你有聽 那天 在那個觀光協會 那個專案書 在說 他說 他不懂台東人 他只知道 那個立島 立島消夜期 他聽我出來 我們在第一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的時候 人家大陸 齁 我跟李一位理事長齁 跟他唱到三聲 唱到沒聲 真的 真的是這樣說 是 是 因為 我想到這個齁 我想要跟我們市長建議一下 因為 我們台東 你說觀光地點 我們這裡 並不少人 你說 全國裡面一師鬼 你專家裡面 我們現在已經聽說 國際話 我希望 你說 因為立島消夜期裡面 有兩、三條歌 齁 真的都不錯 你們就要拿那個 你們就要拿那個 關注的歌 去那個 全國的社會裡面 在北 你怎麼沒說 立島消夜期 這也三三去那邊 有耶 我們做成我們 做成我們 我們 我們台東 在我們本土裡面 一些 一些歌謠 可以發展出去 齁 甚至 中國大陸去 他們這裏 我們也一人送他一塊 對嗎 是 因為這 武藏師公安 那團 電路更快 他們也比較興奮 所以這裏意見 裏意見 裏意見 你真正是 說到現在 台東人對我們台東的印象 齁 你如果說台東 他們沒有什麼 有印象 你如果說立島 他們都知道 有一個 綠島消夜期 所以現在我們 在12月底 要去台東辦 那個旅展 我們現在 就會 為他立島來切進去 因為他們 只有對綠島熟悉 所以我們會放 那個綠島消夜期 讓他們知道 原來綠島消夜期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台東 所以我們 不只是說 對路客來說 對日本 日本團 我們在日本 推銷的時候 我也是用 我們烈島的 朝日溫泉 來做公共 因為我們朝日溫泉 全世界三大海底溫泉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也很有吸引力 所以我現在 在國外宣傳 日本 我就是 用我們的朝日溫泉 那如果是 在大陸 我們也是 用那個綠島消夜期 所以我們 在旅展那時候 就像議員說 你的 真的先知 酌見 你有知道 我們其實也要為這個方向 把我們的 台東的知名度 打開 所以我們 那天的旅展 我們也是會用綠島消夜期為主 對呀 感謝我們處長 你這個心 因為你 當時在 當官署這裡 你對力度 你比較選擇 更了解 是啊 真的 要發展一個地方 要對一個地方 沒有生疏 我們要做的工作 所以本事 是比較輕盈力 謝謝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 真的 我們政府也沒有在做的 日本人的警察 我真的要說 有一個故事 你聽 我第一次 東村議員的時候 跟一些好朋友 郭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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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在泡沿山的時候 他說 晚上幾點才沒有人 我說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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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就沒有人 齁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那個什麼意思 沒有湯 結果 他去 三個湯了 對啦 哈哈 在外面那裡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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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三個就 湯蠣就下了 差不多半小時以後 一頂是我們人 都是大學生 親告你走走不走 那裡 那裡就說 不用走 這頂都一樣 那裡就非常來行 所以我說 我們在那裡 要發展廣告 那裡 真的有 希望處長 這時間也會 希望處長 不多費電信 因為你是在 我會把 台灣處 那邊的建議 你也是在 你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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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議員 謝謝主持 好 謝謝鐵絲小田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黃天德黃眼 行打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持 我們請下觀旅處 早安 有關像我們來與船班 船班的進出 應該都很了解 就是客輪跟貨輪 因為我想說在 客輪進來 沒有 貨輪進來的話 是禮拜二跟禮拜五 客輪也是 客輪也是 但是變成是重疊的 我想說這個問題 今天好像延伸了好久了 我想說有沒有 因應的辦法 或讓這個船班 客輪跟貨輪 能不能錯開 客輪跟貨輪要錯開 對 就是時間 或者是 星期 就是他進港的時間 比如說你客輪 貨輪現在是進來 是禮拜二禮拜六 但是 客輪也是在這個 同一個時間 你變成說禮拜一 或禮拜三禮拜四 都沒有船 你變成就是 每個禮拜二到禮拜五 變成是客貨輪 兩個都同時進來 所以太會太擠 本來就是很擠啊 再加上說你客輪 貨輪都先進港 然後接下來再是客輪 又要再貨 對啊 你要必須經過這個 這個 貨輪 客輪是 人員或必須經過這個 我講說這一點 跟港務局那邊協調 這是協調的話 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想說我又擰訂一個 一個時間表 像你 你貨輪是禮拜一 禮拜二到禮拜五 我想說 能不能 也可以改說禮拜一到禮拜四 貨輪 對 但是又安 就是又 又基於 我們鄉民或有時候 或者是公務員 他們是有時候禮拜日進不來 那禮拜一他們可以做客船 禮拜五出不去 那禮拜六的話 或他們也可以做那個什麼的 客輪回去 所以我想說把這個時間 能不能錯開來 好 這個我會請我們車通科 持續的了解 然後我們來協調一下 因為這問題後 我也 不曉得要怎麼去 跟我們客處長講一下 因為這個問題後 太久了啦 而且我現在做的那個什麼呢 那個人車到分離後 人跟貨跟這個車子後 那個步道到現在後 檢疫的那個便道到現在還沒有做完 那應該是漁業課的啦 所以我想說 我想說這個期間後 因為是冬季嘛 比較沒有客人 那我想說明年的夏季的話 希望說能把它 就是變成說跟我們跟 那個航港嗎 對 跟他做一個協調可以嗎 好 那我們盡快來了解一下 趕快處理 在夏天之前 明年夏天旺季 一定要都全部處理好 所以這一點後 就麻煩處長處理一下 應該要的 謝謝院 謝謝 接下來就是我們 地震處的 你好 早安 關於蘭嶼的土地的那個葬梁 到目前為止後 是還有幾件沒有做到 從去年到現在 我是選擇的課長回答 課長回答 沒有 是 請這個 詢問是 那個關係的是 蘭嶼我們土地附葬的問題 那蘭嶼土地附葬問題 那因為 受限於 交通的關係 那目前我們 轄區的地震事務所 在接過蘭嶼的 土地附葬的案件之後 會累積在一個月 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再派員過去 把它處理完畢 但是 據於目前了解後 你們從去年到現在 總共堆積了一百二十件的案件 你們都還沒有做嗎 原則上 我們還沒有接過這樣的訊息 我這個是 台東地震事務所 收到 申請的之後 就 在當月就會派人去辦理 那是不是 這一百多件事 我們再了解看看 這是 公所給我的數據 因為你這個數據後 因為為了天氣不方便 那你把 就是 奶奶與測量的這個時間 移到各鄉鎮 是不是都是這個樣子 處長不了解 應該不會 不會移到各鄉鎮 對不會移到各鄉鎮 因為這個是一個專業 蠻專業的 而且要有 因為你到目前為止 你要辦 因為你 奶奶與最一天兩天的時間 大約都兩天 為了這個 天氣因素 你一天過來 或者是甚至於兩天 你才辦到 有時候才一件三件 測量才三筆塗地而已 到目前為止 現在鄉鎮到去年 去申請的到去年後 鄉鎮一直在跟我講 說 奇怪到底是 為什麼都沒有輪到來 因為他現在如果很多 像他們要蓋民宿 或者是一些 蓋一些房子 你變成你沒有做見解的話 或分割的話 真的 我們奶也是不好做啊 是 那個一眼 這我們來瞭解看看 因為目前我們 真的沒有收到這樣的訊息 那我們知道是說 有些在台東地震事務所 申請受禮到 南宇鄉公所 送來的案件 那有些需要補證 有些家有文件的欠缺 要補證 那有請公所人員 這邊來做補證 那 後續 我不知道公所 這邊有沒有做補證動作 我想說 這一點 因為 120件的這個案件 或說實在啦 以你們的速度 所以你一個月 如果說你能來七 就是七到八次的話 應該可以吧 這122件應該是差不多 你兩三個月就可以做完了 我們來瞭解看看 看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的數量 或是那是 我們同據過是 你一個 你超過一個月的話 有 有時候會來到七到八 一年啦 一年 一年有來 藍宇超過七到八次 我想說這個數據 你也做不了多少 頂多三比三 多少 24件而已啊 對不對 應該不只三件 以前我在台東地震事務所 待過的時候 我們一次去大部分都會處理十件到十五件左右 我知道藍宇的土地是很難搞 但是問題是我們還是要想盡辦法 不管是天后因素 天后因素還是其他狀況的話 一定要排定那個時間 可以嗎 可以嗎 是 因為我想說你的儀器 你的儀器現在是用什麼的 因為我不曉得是你用GPS還是一般的經緯度 目前這兩種都有 因為藍宇地區的地極 它是突解地基土 突解地基土就民國五十幾年第一次測量的 因為你們測的時候 因為偏離太多了 這個 原本是這個地號 結果怎麼會移到旁邊去 這個差太多了 讓鄉民 有時候鄉民都會直接 就是鄉民對鄉民草 因為你的土地沒有弄好啊 所以我才問說你的 平常在藍宇都是用軍委度做嗎 應該這樣講是說 我們依照地基土的位置去做實地的放樣 那實地的放樣位置跟我們鄉民 它使用的現況 有可能有不符的情形 那沒有達到那個土地所有圈 它的期望 它的期待 那認為說這個測量的位置或測量結果有疑問 那目前我們在藍宇地區 我們台東地震事務所都是用GPS和全測站經緯 這兩種都是目前我們測量界所用的高科技 有一個儀器在做複雜 那那個eGPS呢 eGPS我們也有 但是 但是在藍宇地區的 誤差 不是 如果用eGPS 就透過手機地位那一種的話 在藍宇它是誤差量會比較大 因為在它的 整個內政部 國主車位中心的系統也好 或是民間系統也好 在那邊 藍宇是一個比較 比較離我們本島比較遠的地方 那那邊沒有設置這個測試的這個GPS站 所以那邊的話 我們大部分都用GPS 類似兩 有一個叫RTK 它是兩台GPS去做 不是單獨的一個GPS去做 所以我想說 也到年底了啦 我想說這個問題後 延伸了那麼久 而且是你的案件實在是太多了 不管天氣 好與火 真的要想起辦法說 來藍宇真的是 我們藍宇還是需要 各位還是去測量一下 間接一下 還有我們尤其是分割這個東西 再來以後真的是問題很大 所以這一點後 還是請我們的處長督促一下 然後我們科室裡面的一些職員 我的問題就是這樣子請坐 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 好謝謝 佛天德佛議員我們 不用 我們接下來請林三天林議員 謝謝 議員如果沒有叫你補充就不用補充 那個交通事務科友人 來你請客 我請教你齁 你在體動公公啊 目前啊台東市有多少計程車 台東啊 台東有多少計程車 目前總共登記的大概是四百多台 專關的 對專關 那沒那麼少 四百多台中 啊你我請教你 你對這個學校 平衣 港口 基調 研究 你有設定給一些客人車 他們可以 透彈的 停車格嗎 有沒有 目前其實設定的齁 不夠嘛對不對 對不夠 好 那我就這個時候 那個主長 請請一下 請你齁 我們要苦民所苦啦 這倒數 這些客人車輸去 真的都苦不堪言 我們有比較良善的城市 給他們有方便 能夠更出動交通 能夠舒暢的 尤其在我們的 車站 那種交通的流量 現在正在設施的時候 你們應該 把所有的交通建設的 彥均 把他 納入進去 尤其 計程車司機 要讓他們能夠賺錢 這昨天有回看嗎 我請科長說明好嗎 對 我沒有時間 我只是把你們勤勤拿出來 你們都很聰明 很有體肥的 我們長有去看 是 都蓋子都扶起來了 這跟你們說 都能夠去做 明明 沒有意思 大家在開這個火 都開 你要了解 你要出去跳 我們現在在開這個火 都開完八蛋了 對啊 說幾百年 你也是都五神五數 台東哪有什麼進步 光光花了那麼多錢 你自己心裡心事肚明 你沒有開創立 因為你不能太聰明 你如果太聰明 會被那個夫人 你腳快踢開 所以不要太聰明 要叫亂攻 那那個 那個什麼利用的 你知道嗎 健康跟電機金的那個 你如果在他面前 你就要叫亂攻 不要太聰明 公公正主 那下場都會淒涼 本來就亂攻 對 就是要這樣 所以說 我們市處長 都很嚴重你 聊的 要聊真實的 說的 要說的好聽 要落實 台東有多少殘創車位 來 科長 你台東住了那麼久了 你憑良心講 台東肢體殘創那麼多 他們的停車會足夠嗎 你說 這部分這個數據 我目前 你認為足夠嗎 我是認為不足 你呢 很多 因為在公共地區又越來越多 所以應該只有檢討的空間 我們再來檢討 好啦 我怎麼跟你報告 你如果有心 你叫什麼大名 我叫賴宣凱 我賴宣凱 在那時候 我為這些殘障弱勢的人 擔出了很多他們買的停車架 讓他們在生活生活機靈 的機靈 方便 讓你學到這樣 因為我的市長 真正 我這樣整整 所以這個市長也是好市長 這樣你聽好嗎 這樣你是把你們市長先打一下 打一下 不用 因為我來擔出 我怎麼會把這次做 你沒有打的時候 你還想要跟他做隊 蛤 我比較聰明 我希望啦 師傅說的 建立一個好好的社會人 多多體會 殘障者他需要的車位的停車格 包括計程車司機他們的營利 營生的問題 像富剛管口 農委所長 來你請起來 富剛管口也是你的管轄之一 我希望你用比較辛苦的 對他的社會 對他的社會 比較善待 這都我給你輕輕建議 來配合到我們的建設處 包括我們的農委處 包括我們的觀光旅遊處 要怎麼打造一個 有深度的港口 變成一個觀光產業 能夠結合 這是我的期待 那你現在要辦企業劇了 我們的文化處 對 他也沒要插什麼機器 什麼小丁箱呢 一個機器好的東西 讓他衝到 比小丁箱更壞 還還滿意到要死 台東哪有什麼文化 台東的文化基礎 要建立在一個南島語氣 我告訴你 這是講真的 所有的台東的一些的觀光 我們要感謝這些 台灣地區 台東地區 有多數的原住民族 在台東創造可以 台東的永續 南島文化園區 甚至於南島文化大學 都把它設立在台東 這個台東會用吸金 台灣沒什麼三成年的文化 建小事 台灣有什麼 台灣就因為有多數 有九層的文化 這四八年來 四十年來的 我們住民 在這個土地 老火老百姓 他們的土地被掠奪 我們要落實原住民的基本法 原住民的社區醫療有嗎 光流處有嗎 你批讓心講 同意願 這個超出我的 你要關心 是你人 所以要關心 要說超出啦 講得好聽 要謙卑 我們要積極 來努力打造 因為超出我的業務 我不清楚 你做過很多業務 你不只在光光旅遊處 土地你也內行的 財經你也內行的 財經沒有啦 財經沒有啦 我沒有做過啦 那個農業所長 是 其實很多的罵罵 你要聽 不是在罵 是在給你提醒 因為人的施政 不一定是很完美 你要把副公的感受的財民 覺得他們要出來 他們要反應 才會漂流 那些東西 要在相對時間 給他們處理 不要讓他們的機器受傷 說到一件 我現在覺得很可愛 陳寗彥都叫我可愛 感謝這個富士 很有機會 陳寗彥把我的地名 都打到全國救命 這幾天我因為 你剛才在講的時候 那個你人一定會 以後一定會好好欣賞我的 因為我特別想去說 在這一次的 赴港港的清理過程當中 我們就可以感受到 有進步 講真的有進步 但是還有進步的空間 移民的對我們的反應 是蠻不錯的 我是說有進步 那要謙卑啦 下次如果有風災 我希望能夠 發揮你們他的精神 好不好 來三位請坐 那個第三處 你都要說一下 跟台灣人真正的良心 這個政府是很殘酷的喔 你把人民的土地為公園 為路地 為什麼機關用地 為三十年五十年 不超新的東西 你們百恨不見 如果今天當政者是我 我告訴你 我把人民的財產都還給人民 沒在跟你們吼說 什麼困惑人民 政府給我困惑人民 看看 如果有一天 認識又有機會 可以管理者 做一個真正的管理者 要讓台灣人快樂民主 真正的 說不說不聽 一個土地給你用三十年 我那裡 胡志三要過的政產 只要地下稅來 雍修一年要繳他繳十多萬 你要給我沒有三萬塊 地下稅就要繳十多萬 這個胡志三沒辦法 他說 沒有了 我們用參選的 晚上我來擇台 賺了 加減來賺 你聽好嗎 擇台你怎麼聽 聽好嗎 你看那個老龍 好多悲情 這個政府就活生生 抓人民去台 你們都不會去見角度 土地的政治要去見角改變 這個政府是哪裡做得不好 我們是不是政治法律不足的 講得都好聽 社會住宅 台東人要買那個社會住宅 就撤破中 無法有的揮招進來 有可能那個社會住宅 就是用那個來做的 沒懷疑太早 講得好聽耶 土地的七人徵收 在開個會用騙的 用拐的 台東縣武就是好像一個詐欺集團 你不認為嗎 你認為嗎 你覺得你們的土地爭執非常完美嗎 很公平嗎 派那五四 新古老婆請錢的 你們跟國中的 台東人現在都要請錢 再不叫這個政府去不去 講良心就好了 今天下午三點半 我告訴你耶穌的事情 我希望 你一定要落實依法行政 我要再看你在依法行政 你的深度到什麼程度 如果 有方又有的朋友 請你不要推說 我請你叫小介護 不要推說 第一件啊 就是你要殺你的貴人啊 等一下我就會丟給你這個案子 看你抬下去嗎 我很奇蹟話法 我很隨身保持 我就補兩件給你 說得好聽耶 台東都沒有政府 都你在叫的耶 不要再求人名了 人名叫水金招待 你知道我們的垃圾水手 徵收的垃圾費 台東一年多少錢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你滿憨嗎 你哪會能夠苦民受苦 八成金招回去 政府做什麼 不知道 我們站在公部門 我希望你們用一個精心 來鐵修台東路 不要為了一個人 我一直跟你們強調 你不要為了我摸一個人 你們做的事情 不用以法行政 但是社會做的 可以能夠包容容忍 這樣就夠了 我也不夠完美 我也知道 但是我要求的事情 是社會觀的問題 價值觀的問題 你聽得懂嗎 懂不懂 如果你懂你就回答 不懂你就不要回答 懂不懂 你不懂 你真的不懂 你也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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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深奧 你是在跟我暗示什麼 你不要暗示 你要暗示 讓我那個服務生 這樣你知道嗎 那個服務生既然告我了 我就承受 我相信你 因為你欣賞我 你不會告我 對不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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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最好 九分鐘 這個關鍵 可以 怎樣 那嘴唇為什麼要裝薄薄的 好啦 處長請坐啦 時間到了 謝謝 好 謝謝林三天 你也 我們接下來請張全西南 行打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那首先 本席想要請教我們農業處 徐處長 你也早 徐處長早 是 自七月我們尼泊車風災以來 其實我們 台東縣有許多 就是農業天然災害 現今救助的 申請案件 是 那是不是可以請我們 主長先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目前 從七月一直到現在 我們海端鄉 申請的建數 然後還有申請的 目前的狀況 大致上是怎麼樣 海端鄉第一階段 申請的建數 不算多 到目前這個階段 是有一些 但是目前海端鄉的 結果還沒送過來 海端鄉的結果還沒送過來 海端鄉的結果還沒送過來 那我想請問我們 目前我們常送的案件 大致上都是哪些農作物 海端鄉 海端鄉目前 大概是一百多萬 我看是不是 因為他這樣 好沒關係我們請陳曼科科長 來跟我們說明 議員早安 就是有關那個海端第一次 尼伯特送的 其實比較多是長期作物 還有蔬菜和雜糧類 那第二次的 就是美濟颱風過後 這個雨害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水稻 那一部分也是雜糧 那因為其實就我這邊 手邊的資料 以種植油茶為例 其實我知道說 我們目前 油茶為例來說 申請的建樹 總共有十一戶 總共二十四筆土地 然後申請的面積 有四點七一八九公頃 但是我們核定 核准的 竟然 數字是零 這部分可不可以請我們科長來說明 你應該有去會看 那天我是沒有到現場 但因為每一次 公所其實提送上來 有一案件 其實都是請改良廠去現場去判定 對但是公所其實去看到 是覺得 是符合標標準的啊 但是就 你們去陪同 就是縣府同仁一起去看的時候 竟然回覆的原因是說 因為油茶 他的落葉狀況明星 然後再說 因為他沒有斷枝 也沒有倒伏的狀況 但是這邊 其實就我們農民了解 油茶吧本來就是一個 比較 算是比較柔軟的一個數字 所以他不容易被折斷 那你今天如果說 用這樣的狀況去核定他們 就沒有辦法來做申請的話 你看總共二十四筆 這樣核定數是零耶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這邊 再予以協助一下 不好意思我跟議員再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災害救助一定有一定的這個標準 是沒錯啊 可是你看他們 這個不是 你們可以去問問他們現在的產量啊 以前如果假設他們可以收到十包 今年甚至連五包都沒有辦法收成 他們要哪裡去 他們要用什麼東西來去賣這些農作物去榨油 應該是說我覺得現在天候的狀況 其實讓每個作物其實都生長的不是很容易 那生長的狀況其實多數也都有減產的現象 但是減產要跟天然災害其實做相當程度的連結 其實還是有差異性的 但是本期這邊還是希望你們能夠再幫 再多幫忙一下 因為其實你剛剛講的 或許因為天然我們現在的氣候原因 它有減量 但是如果減到一半以下 你不覺得這樣的減量真的太過於誇張嗎 因為他們去申請災害的救助的時候 你們的核定就是它不與 就是沒有符合標準 是 我想說未來如果在會看的時候 一定要請你們把這個流查 它本身它的特質 它就不容易豎著 也不容易被吹倒 那這樣的考量也要納進去啊 它又不是說跟每一個數字都一樣 那樣的說法你可以認同嗎 這個每一筆地 我們都是到現場我去確認過的 那因為災害的這個技術的鑑定 其實我覺得本來就是交給專業單位 對農民來說 受審批都會很高 但是實際在客觀的標準上面 還是要有一定的規範 那這邊我是覺得 好沒關係 但我覺得這邊還是希望你們未來 如果去會看的時候 一定要跟我們的農民 再一次好好的溝通 而且要讓他們知道 因為你看你剛剛講說 就是因為你樹枝沒有斷 你樹枝沒有倒 所以我就不給你核定 這樣子每一個農民 當然就心裡會不服啊 他怎麼可以接受這樣子 難不成每一個颱風來 一定要把樹枝吹倒了 這樣才能核定的話 那我想其實很多台灣 很多農作物都沒有辦法去 去核定啊 主長覺得呢 爸爸議員 那剛剛你提的 我覺得這的確是個問題 不過我想因為 這個農業災害 它是一個整體性的 所以在定相關規則的時候 它是用量化的 量化的當然有時候 對實際上發生的 有時候有點落差 會不太公平 就是像有的人 這個 就是不同的天氣 焚烘對有些植物 它的造成的狀況 跟不同的植物具有不同的狀況 但是有時候在外表上 不見得看得出來 所以它有延續性的發生 它可能在外表上起來 比如說我們講的 都看不出來怎麼樣 啊實際上 因為我們一般量化 會比較看到眼見為平啊 啊至於說它後續的影響 在量化裡面 可能這個部分 彈性比較小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 將來在農海草的時候 對就是再麻煩一下 我們農業處這邊 再多多幫忙一下 就是說量化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考慮到 延續性的那個發展 當然我們目前是有延續性的發展 但是它時間不是太長 可能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剛才一人所提到的 那延續性發展 可是四個月 五個月以後 那農會 因為我們現在油草 它其實也是一年之產 對 那你這一次 你沒有辦法補助 你也沒有辦法收成 其實農民就叫苦連結 現在比較能夠直接判斷 就是說這油草 剛好都已經花藥 差不多了 而且都長出來了 再那一撒那一掃下去 然後掉在地上 那倒是 算得比較輕輕 你看他們每年就是 差不多這個時間要採 所以說我們看到都是果實了 所以你們看了 看了結果就會覺得說 比較主觀 看不出來 掉的量很多 所以就沒有辦法 像文旦 塞一次 就是像那個 太野那個地方的那個文旦 那柚子的部分 我們那時候是給主委去看 其實 外表看起來那個柚子都很好 外表官那個樹都很好 就像你講的 外表都很好 但是它果實掉滿 好沒關係 這邊本席就是還是建議 這個跟我們來想看看 多多幫忙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什麼標標準 真的還是有需要去想看看 去做更完善的解討 這個部分我們會建議 那就再麻煩我們處長 那科長請坐 那我再請問一下處長 因為我們這次風災過後 其實我們鄉內有很多野溪溪流 從加拿的加點溪加入溪 一直到我們海端廣原 我們上下很多溪流 其實都是土石都過於高 都比我們的堤坊還要高 所以這邊本席還是希望說 我們農業處來 請我們水保科這邊來協助一下 是不是能夠來韓轉相關單位 來進行清除的部分 跟業報告你剛才所提的 都是算中央管河川 可是因為他如果 會帶我們部落的話 他是我們水保局的部分 我們轉過去 所以這部分再麻煩我們農業處 我們轉過去 對 好 處長請坐 那接下來本席要請教我們管理處 江處長 處長 那本席還是非常關心 我們烏路砲台的修繕 的一些計畫的改善的一個進度 那是不是可以跟請 我們處長來說明一下 目前的進度為何 因為上次的定期會 你是說我們還沒有發包 那目前針對這個部分 能不能來稍微說明一下 目前的進度為何 這個案子齁 其實最主要是要做公測的部分 那之前我們有提醒過公所 如果你要做公測的話 會有申請執照的建造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注意 那因為公所還是認為說 要興建廁所是當務之急 所以還是要做 那所以說他又找了建築師來設計 那現在是還在設計當中 應該是 所以現在連發包都還沒有發包 還沒有發包 對 所以這邊本期還是要再次的 請我們管理處來多多幫忙 因為我想說這個計畫 從我們年中 也年初 應該算年初 四五月的時候就開始提爆了 那目前一直到十一月 目前是因為某一些原因 那還在做修繕 也沒有去做發包 那是不是能夠請我們管理處這邊 再協助他們看看 因為我知道說 這個改善加持計畫 並不是只有我們海盾鄉 我們是一併送計畫 還有其他鄉鎮 那也希望說 我們的進度 能夠跟其他鄉鎮是差不多的 再麻煩你 我們是要求他今天一定要送來 今天要送來 那就再麻煩你管理處 那第二個就是 有關於我們這次風災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們立道成為孤島之後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天龍夫道 那天龍橋 我知道那個是 目前已經規劃給文化部 有送計畫到文化部資產局 但是天龍橋 古道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知道 這個部分是完全 都沒有人去定期修上管理 所以颱風風災的時候 很多都是靠居民自己 自力救濟 自己去清那條古道 這邊是不是能夠請我們管理處 會後 再韓文給相關單位 希望他們能夠至少做定期 一兩個月去做勘查 而且其實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古道 有很多地方是已經 破損非常嚴重 對那就再麻煩我們關於 進去說 麻煩你 謝謝江處長 請坐 謝謝大會主席 好謝謝張前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翁麗雲 翁麗雲 請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我想請教那個 管理處的江處長 我們台灣最美麗的多良車站 就是在我們太馬里這邊 那上次本席有提起過 那因為昨天我問了 嚴明處長 他說現在這個規劃的部分 就交給我們管理處 那你知道說現在這個進度到哪裡嗎 歡迎我們有跟光局爭取了 就是多良車站的整個環境的改善工程 那目前是由建設處在辦理發包的作業當中 那因為第一次有流標 那預計今天是要開標 我還沒有去 因為在這裡 所以還不清楚他早上的開標的結果 所以上次是流標 那今天是預計在開標 那現在又有轉到建設處去發包 我們管理處不負責工程的部分 我們是協助爭取計畫 由我們跟光局來爭取計畫之後 因為我們有跟建設處有分工 所以我們的工程的部分 都是由建設處來處理的 那這個你們計畫 那你們有計畫到說 在那個多良車站這個觀景台 那旁邊不是有一些原住民在賣農特產品嗎 是 你們有把它規劃 規劃 規劃 成什麼樣子這個 這個賣地的部分細節的速度 我是不是請科長來說明一下 議員好 那個 建設處他們那邊初步是有把那邊的環境做整理 另外有要蓋一間公廁這樣子 有蓋公廁的話 對對對是 因為那個原住民的朋友說 遊客很多 到了那邊 公廁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然後他們是暫時用旁邊那個檢疫的 可是跟這個景觀看起來是不大搭配 有把這個公廁列進去 有 然後這個 他這個景觀 那這個原住民在 在要展售這個 這個農特產品的這個 這個建築物 你們有什麼樣的設計呢 他們其實 那時候因為時間比較急迫 然後建設處他們 記得要趕快把那個設計圖要先送審 然後發包 那其實到目前為止 包含那個太馬里相公所 還有當地的居民 他們對於 比較細節的設計的內容 他們還有一些想法 那時候我們是跟他們講說 先讓我們把這個案子發包出去 如果到時候在整個的計畫的經費之內 再來做微調 這樣才不會影響到整個的工程的一個 的時程這樣子 那到時候建設處還會邀 那個太馬里相公所及當地的居民 再到現場再去看一次這樣 這樣齁 那我希望說 花包了以後 那今天說要 我聽處長說今天要花包 那等到有花包成功的話 那我希望說 我們管理處這邊能來協助我們 太馬里相公所 把這個多兩車站 把它設計的 比較有點水準 讓遊客可以多來我們這個多兩車站這邊 旅遊 也可以留下 讓原住民有經濟上有一些的補助 好 謝謝 那 先請坐 謝謝議員 那最近我 在韓朋友 台東的朋友 他在聊起 他說 海濱公園 那海濱公園那邊不是一個籃球場嗎 有齁 議員 是有 那這個 那這個因為在那邊海濱公園是讓我們台東人在散步啊運動的一個好地方嗎 是 那 孩子休閒的時候他們就會到那邊去打球 然後他們家長發現說這個打球 打球那個籃球場那球要怎麼跑也不知道嗎 那是不是可以在這個籃球場的外面這邊就是行人運動的地方在一個黃護籃這樣讓在那個走路運動的人比較有安全 謝謝 各位議員 這個因為那個籃球場還有海濱公園的管理單位都是施工所啦 那我們是不是來跟轉給施工所我們來協調看看 好 好 那麻煩處長莊 好 謝謝你喔 謝謝 謝謝 嗯 那個 農業處長 不好意思 來 你再講對話 好 那 一般現在的那個 資材室齁 是 農民要建的資材室 那他可以成為農社嗎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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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這個資材室 要是說他有申請農社 齁 那 他要 他還要轉 轉這個民宿啦齁 的作用的話齁 那 我們一般的這個 過程 你可以 告訴我一下嗎 欸 我只能跟議員報告說齁 這個是有難度啊 因為實際上資材室本來就不能做農社 所以你要我這個的話是有難度 啊當然我們看每一個狀況再來再來研究 啊 是不是他的狀況就是說假如轉換農社 符合相關規定 當然這就是等於用程序的方式來做處理 這是一種方式 嗯 但是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部分有實際現狀來認定 我們當然就沒有辦法在這邊回答 但是我是認為他有難度 他有難度 難度 那不表示完全不行啦 但是就有難度 假如資材室要變成農社 答案是不行 但是你假如說要如何來轉成合法的話 他有難度 但是不是說絕對不行 這個要看實際的狀況 哦這樣啊 是 好那個 那這樣的 那我們私下再聊 是 那還有 一個就是 這一次的颱風 我們三河村 三河國小 整 有好幾條 這個 那個水道 都阻塞 尤其是在這個三河國小 這個 旁邊 這個 西流這邊 那現在 因為他沒有 他下方沒有出口 那 我們現在不知道 現在有兩個部分 那 第一部分現在目前已經親疏了 那公路局是答應 這個部分他先做個 攔炸 稍微擋一下 讓他們通那邊 這是當然是短期內 長期來講 我們跟公路局協調 假如說他直接順著 經過那幾個住戶 然後能處理 然後 包括後面的工地 這個沒有問題的話 公路局願意配合我們 就 就是做個直接 讓他從 從這個省道 穿過去 然後 這個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然後也在做評估 我們也跟公所 希望 即使我們知道有難度 那天議員你也知道吧 我這個烏鴉嘴當天就講 我知道這樣講也很多人不喜歡聽 但是我還是講 你也知道 就當天就講說 那狀況問題 不是在公路局那邊 怎麼怎麼怎麼方向 怎麼自侵 重點就是 他本來就是一個野稀的一個出口 出口本來就是往下 後來我們到現場去 後面底下有人養 養一些那些 養蝦 養蝦那些 然後我們現場看 他養蝦的在北北一點 有一些通路 也是公有地通路 假如前面這個住戶可以協調好的話 我覺得 長眼之際 不然的話 這個 這個我想 我們在附近住二三十戶 永遠是一個 永遠只要像豪雨豪大雨的時候 永遠是一個 任業的 就是一個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 長眼來講 再怎麼樣困難 我們覺得還是要土地協調 那些住戶大家如何來做 假如說他臨時上面的話 我們到不見的時候做民工 所以做做案工 做過去 穿過去以後 把它蓋起來 上面還是可以做利用 只是說 將來為了維護管理起建 上面今天不要做建築物 但是後面的話 我想在做民工 我想這個是長眼之際 我們會來做 我們也已經跟公務局 跟其他單位協調 但是短期內 公所可能要把土地 這個部分 我們實話還是要說明 否則今年發生了 可能三五年 十年沒有發生 但是二三十年後 什麼時候再發生 不曉得 再半夜再來一次 那就大家 實際上他們 大家都心知肚明 那個地方 本來就是野氣的出口 大家都心知肚明 因為那個皮膀 那個野氣的部案 已經做很多年了 那 那為什麼 當初 當初為什麼 這個 這個公路在做的時候 我沒有 沒有被他打通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那個 他的樣子 那時候公路沒那麼大 我在拆 那時候公路沒那麼大 當時做應該很簡單 但是因為 因為現在 據我所了解 那個是私人土地 然後 然後他 也可 私人土地 你說 你要讓你們 過這個 這個 這個 寒凍過去 他們可能 比較沒有 應該喔 當時喔 沒有像這個黑仔鎚 大家都不要 都不要去得罪他們啦 我只是實話實說 因為我不管他住水 但是我只是實話實說 不然可不可以這樣子啦 齁 處長 就是說 因為他是從 靠學校那個 有一個 就是像 那個 排水道嘛 他是不是在 過路這個地方 我們 來買一個 韓館 然後 左右 左右兩邊的這個水道 都可以 把這東西接出去啊 萬一 萬一這個 百姓他不要提供 這個私人的土地的時候 你施工 你假如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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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檢討好了啦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王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陳志豪陳議員 行討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在座各位中午好 首先要請教那個 第一正存 議員好 先 先 先向你感謝啦 我們民生理的 哪些親民 第一 先向你感謝 另外我再 要請問你 是 我們 台二十六 台二十六臨近 屏東縣界 在我們台東境內 那邊的地墓 屬於何種地墓 應該是屬山坡地保育區的 應該是離業吧 應該是 你們手中沒有資料嗎 那沒關係 你們 我可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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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幫我查一下 是 臨近那個地墓 目前 地上 是 那上面是不是有住 有住 好 就幫我查看 這個地墓 地墓 附近那裡 看誰 好 我先跟議員報告 那邊是屬非都市土地 那非都市土地 從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以後 就沒有地墓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 使用邊地 它的分區跟使用邊地 沒有地墓了 那這樣 標誌上面那附近也沒有住 沒有 要看那個 對 要看它的分區 使用邊地跟分區 好 它的地墓到上面 我寫下那些地上山 是不住 就是台 台二十六線座位 那部分嗎 就我們先進 我們台東 台東的先進 你請坐 謝謝 謝謝 管理處 市長 你好 這個 現場的 市政報告 第四項 為觀光找新出路 為什麼要找新出路 我們之前都好好的 為什麼要找新出路 是為了什麼要找新出路 因為我們的觀光客裡面 佔了三分之一 都是我們的路客 那現在路客就是 自從五二零之後 就 懸崖式的對解 銳解 銳解 所以 對很多 做 路團的 不管是飯店 辦售和禮店 都衝擊很大 就是 之所以說 找新出路 就是 因爲路都不來 就是 要找新的出路以外 還要把原來的 把原來的客員再找回來 要怎麼回來 人家就不來了 還有什麼要怎麼回來 還是要努力 你怎麼不來 所以現場一直很努力 不是啦 你們 你的新出路 什麼新出路 什麼方向 新出路 新出路 除了就是說 我們現在 我們是 原來的國旅的市場 還要繼續在加強以外 那我們對國際的 鄰近國家的 比如說港澳 新加坡 日本 馬來西亞 這些鄰近國家的客人 很多其實都有來到台灣 可是他們來到台灣 很少人來到台東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些客人 都要引到台東來 所以我們今年就 有去辦旅展 然後也有邀請他們媒體 跟旅行社 來到台東來採線 就是讓他們 多認識台東 然後把客人都帶過來 所以我們今年就努力了這些 包括香港 香港其實對台東也是很陌生 所以我們才有釘釘車 去那邊跑一個月 然後香港我們預計明年 我已經大概也跟觀光群這邊有談了 明年還是要辦包機 市長 市長這樣跟我們託好 好像我要跟你說 所有的理念 我們沒有託好 我們都不說 你都在說 我都不說 我告訴你 要找新出入 像我們中央政策 南向政策 是我們去還是他們來 南向政策 比如在觀光這個器材 就是要把 剛剛講 鄰近市場的客人 拉過來啊 南向嘛 這個有很多國家嘛 不只南向 日本就東北嘛 對啊 他們的政策就是這樣嘛 你如果 因為你是觀光處的嘛 有可能嘛 會多少人來 不多啦 其實馬上說 要立竿建議 把這些鄰近國家客人帶來 有點困難啦 對嘛 不可能馬上 就很多人 就我們台東就是 觀光 就是在發展觀光嘛 是 如果說 以中央的政策 這樣我們 我們再怎麼努力 他都不來 那我們的旅館業 飯店業 他們應該怎麼辦 我們參與業 是啊 所以我們要努力的是 把原來的那些客員 再找回來 這是我們很重要 要努力的方向 不能潑 潑你們的冷水啦 當然是大家要努力啦 是 我們黃縣長 他對這個七塊有沒有共睹啦 可是這現實面 人家確定也是不來 那些政治的部分 真的我們是 無可奈何 可是我們該努力的 包括縣長也一直努力 要把原來的那些客員 再找回來這件事情 我們都一直不斷的在努力 所以說 我們先幾個重要的友善程式 我現在做一個實力嘛 我最近在努力嘛 我們努力 除了努力再努力嘛 就真的是 就是努力嘛 真的 我努力再努力 我做一個實力嘛 現在游戲客是誰 我們劉七鵬 劉科長 嗯 主流你請坐 是 那個 我們上次我跟那個 副議長去西安 西安他們那邊也要發展熱氣球 這個當初業務不是在你 現在有沒有銜接下去 抱怨 我剛接科長 那不是 不是說你游戲客就不問你啦 先來你起來我幫你問 你現在誰你做你做 畢竟你當初是你去的嘛 是 啊沒關係啦 這個你們同事之間 也不會說你不知道就問你啦 齁 如果有心結 你們回去再去做調整就好 其養那個問題 到後續呢 呃 根據我跟這個航空公司 我們輔導的天氣航空這邊的了解齁 後來他們整個 深入在大陸 他們深入去了解他們中央法規齁 發現其實還有很多的限制 不是他們當初 考慮的那麼簡單 把他認定是一個體育項目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後來 深入了解八線 沒有那麼輕易可以在那邊飛 所以目前是就此先打 我看很像不是這樣齁 這大陸是人質的社會 這哪有什麼都不行的 不過我們有這個訊息是這樣 你要共産八路是不是 裡面有什麼 有什麼英國 人也不愛 是不是 因為這邊 人就不來 當然天氣航空 不是你們相關業務而已 不是 它也不是隸屬於縣政府嘛 不是 也是他們自己做而已 是沒錯 我有聽你講齁 天氣航空好像也沒有議員 那不是 有這個風聲嗎 有這個風聲嗎 我這邊是沒有聽到這樣的訊息 報告的 那目前就是西安的也不跟我們 我們類似天氣航空也不做接洽了 也沒有 那是怎麼 差不多是這樣意思了吧 這點後續我跟西安那邊 並沒有接觸 所以我不是很了解他們彼此去談 談到後續進展 我比較不清楚 我是要了解 由此可見 像我們當初去的那樣 他需要我們的協助 他也過來看了 你們開幕他也來 他現在 或許是政治因素 他們也不跟你們 也跟我們 也不跟我們 這種所謂熱氣球 他也不接洽了 不是這樣 這政治因素也有 所以說你們一直在講 努力再努力 當然是需要努力 不過 一些資源就慢慢的一直切開 那是都去切回去 也 也是 希望你們有努力 你一定要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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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一有心結 不要 你這麼多 你這麼多 謝謝 那個我再請教一下文化處長 上次講的那個1.81那個我們東雨前面那個日式 日式園區修繕 開始囉 他分四年那第一期今年明年五千多萬已經公文到了 一進哪時候動工 我們現在先做勞務採購案 就是整個設計建造 設計建造標要先選 走了以後才會進入實質的 喔喔喔 社長這樣喔 我希望你們的整個那個所謂的建設計圖 我希望你們跟當地的里長 我們不介入 可是在設計方面 整個動線整個規劃 是不是跟當地的里長稍微做一個溝通一下 也不要說我們做我們的 當地里長的時候你們要做什麼 會妨礙到他們當地的什麼發展 好不好 是 跟你們做一個溝通 你們在那裡 我們現在是不介入人 總是讓人了解一下 是 反正他有意見跟你說我們這裡需要什麼堵樓啊 鋪設什麼好 好不好 好 你請坐 謝謝 好謝謝大會主持 謝謝 好謝謝陳志豐陳議員 謝謝各位 大家都辛苦了 我們今天 今天早上的會議就到此告一段落 下午分阻審查及收集資料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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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